第031章,先练功夫后造小人。张超群一正,待在这里。老天,这里暗无天日的,谁知道待久了,会不会发霉啊?再说回来,我来这里一趟不容易啊,有几个穿越人世能穿越到武侠世界的。就这么在这里,当木乃伊,可不甘心啊。 只是见小龙女眼中带着一丝忧虑,心中不忍,将她娇柔身躯抱在怀中,笑道,龙儿,我也想和龙儿永远都在这里,过着男耕女之的清静生活,不过,这里就只有我们俩,会不会太闷了呢? 我们挑一个阳光明媚的小山村,与农人结伴而居,白天,我们种种花养养鸟,你就养小鸡小鸭,晚上我们就相拥着一起看美丽的晚霞,看日落,到了晚上,我们抵足而眠,生一大堆可爱的宝宝,你说怎样? 小龙女见她起先,还说得正正经经的,说到后面,又变得不正经起来,翘脸微红,称道,过儿你越来越没规矩了,看为诗的要罚你。 张超群笑着咬住她耳垂,舌尖一卷,舔弄了几下,怀中御人娇躯一阵站立,挣扎起来,没料到这里还没挣扎开,两只魔爪又伸向胸前,一阵乱摸,小龙女修道,刚刚还不够吗?还要使坏?张超群嬉嬉一笑,住了手,道,怎么能够?一辈子都不会够的。 我们到时候,盖一间大房子,不,要盖时间,院子里种花种菜,等小宝宝出来了,我们就教他们读书写字,你说好不好? 小龙女幽幽地道,我们若是出去,只怕外面的花花世界,你又要受不住诱惑了,江湖中的事,有时候不是想避开就能避开的。 张超群摇头道,我可不是这种人,我是为以后我们的小宝宝着想,你说,我们倒也罢了,若宝宝们没有个玩伴,岂不是要闷坏了他们? 再说了,今后他们总要长大的,难道他们就不要结婚生子了吗?小龙女心中一动,点头道,过而你说的有道理。 张超群欢喜道,你答应了?小龙女见她欢喜模样,又是开心,又是忧愁。 两人在时事中温存了一阵,想到肚子大忌,便决定出去打猎,小龙女走在前头,白衣胜雪,鸟鸟停停,说不出的轻力脱俗,姿态美妙,欢喜之际,物子身在梦中一般,想来,她已有一百二十多岁了,看上去却是只有二十方龄,不输于天下间任何一个女子。 方才两人赤膊相对,激情四射,不知多妩媚娇柔,此刻摇曳生姿,却又宛如仙子出尘,假若是女娲造人,小龙女可也算是女娲的得意之作了。 来到那倾斜的洞口,小龙女想也不想,往上攀爬,身形轻快敏捷,张超群却是怎也上不去,洞口的顶部,接着一串串的藤腕,用力拉住,脚下又滑,不由的汗颜,小龙女回过身来, 见她笨手笨脚的模样,不由的好笑,返回身,一只冰冰凉的滑逆小手牵住她,向上即行,张超群只觉一股距离牵着,脚底向前飞滑,才十几步变上了去。 小龙女笑道,从明天起,我教你古墓派的武功。 张超群嘿嘿一笑,欢声道,我喜欢玉女心经。 很早抄群歌就看过《神雕侠侣》了,她知道,玉女心经似乎练到有一层,就要男女两人把衣裳给脱去,实在是非常过瘾。 小龙女水晶般剔透的脸上闪过一片红韵,红韵一闪即逝,呵斥道,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呀? 你现在就可以练玉女心经了吗?你身体虽然强健,外公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仍是要从内功基础学起的。 张超群笑道,好啊,不如现在就教我吧。 小龙女见她笑容,不禁一呆,回想起当年教小杨过的时候,她也是这般欢喜。 我先教你天罗地往事,走,去前边的林子里,那里鸟雀多。 小龙女信不行去。张超群呵呵一笑,道,龙儿,你这个模样,真有点像是当师父的样子啊。 小龙女奄然一笑,停了下来,等张超群上来,并肩同行,不多时,来到一个地势空旷些的林子里,果然鸟声啾啾,不时便有鸟雀飞过。 更有的小鸟根本不怕人,在地上自在地躲着,带他们二女走近了,才慢慢悠悠地扑扔着翅膀飞去。 小龙女指着那些鸟雀道,你试试看,捉几只给我。张超群点头道,没问题。 她外公练得极好,捉几只笨头笨脑的鸟雀又有何难? 辗转腾挪之际,随手便捉了两只下来。 小龙女道,看到那里吗?你捉五只来给我,可不许弄伤了羽毛脚爪。 张超群抬头一看,那些飞鸟足足离地四五米高,咋舌道,那飞太高了吧,我可捉不到。 小龙女笑盈盈地道,捉不到吗?我教你法子。 当下,教了她一些窜高扑低,挥抓拿捏的法门。 张超群用心记住,小龙女道,你在这里捉,我去采鞋果子来。 张超群点了点头,小龙女正要走,张超群叫道,龙儿,你亲一亲我,我捉鸟就更有劲儿了。 小龙女催道,专心练功,少贫嘴。 说吧,扬长而去。 张超群按照她教的法子,再加上自己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迅速地掌握了方法。 当小龙女返回时,愕然发现张超群居然笑嘻嘻地左手两只,右手三只,站在那里冲自己怪笑。 你,你就做到了?小龙女惊异道。 张超群一甩手,五只小鸟扑扑扑地飞了去。 我是谁啊,捉这么几只小鸟算什么?你在教我? 一天的时间,还不到晚上,张超群竟然已将天罗地往事学了会。 小龙女对她神奇的进展瞠目结舌,想起当年自己娇小时候的杨过,用了半年时间学会的,那已经算是她天资聪颖,加上勤奋才能做到的。 而张超群居然一天之中就已经将81招天罗地往事学会了,虽然还不能融会贯通,但这已经不能用奇迹二字来形容了。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其实张超群能做到这一点倒并不困难,他本来就已经是金牌特工了,身手敏捷,除了不会内功外,基本上已经算是个高手了。 更加上他修习军体拳,永春拳改进的截拳道,已经是特工中的精英了,这81招天罗地往事其实并没有多么精妙。 他瞧不起这古墓派的入门掌法,其实他错了,这天罗地往事若是就这么使出来,的确不算什么,比永春拳要逊色不少。 但若是配合内功心法,威力将大大增强,只不过他还不知。 在返回时事的时候,张超群心念一动,按照小龙女教的法门,下去的时候居然敏捷了许多,不由地对这古老而神奇的内功大感兴趣。 吃完果子,张超群便要小龙女继续传授新的武功,小龙女对她的神速也非常有信心,便问道,你想先学什么? 古墓派的轻功? 美女拳法? 玉女剑法? 还是先修习玉女心经? 张超群道,学! 学,我都学,一股脑都教了我吧! 小龙女扑吃一笑,道,你以为是吃饭吃菜呀,都学! 这样吧,我先教你我们古墓派的轻功,配合着天罗地往事,非常有用。 张超群两眼放光,从小,张超群就极其羡慕那些高来高去,飞檐走壁的轻功高手。 翻墙而过,偷取金银财宝,劫富济贫,原是古代侠客的拿手好戏,走到哪里,往那些财主家里溜一趟,钱财就用也用不完了。 到时候,随便扔俩小钱给吃不上饭的乞丐,还能得个美名,劫富济贫。 牛逼!超级牛逼! 当然,超群哥最羡慕的还不是这,而是,能偷偷溜到人家大姑娘的闺房里,偷看人家洗澡换衣上,这才是超群哥小时候最大的梦想了。 好,我就先学轻功。免得以后出去,还得龙儿你拉着我,累坏了我的亲亲好龙儿,我可舍不得。 小龙女笑道,你就会哄我开心,那我现在就教你。 轻功,没有内功基础,哪里学得会? 看着上蹿下跳,好像猩猩一样的张超群,小龙女不时眼口娇笑。 跳累了,张超群气喘吁吁地在小龙女身边坐了下来,道,怎么样?我的进步还算快吧? 小龙女笑道,果然很快,比鸭子跳要强了许多。 张超群嘿嘿一笑,道,你居然敢笑我? 看我怎么修理你?说着,将她搂在怀中,伸出魔爪,偷袭美人圆月。 猴子偷套。 小龙女哥哥笑着逃开,两人在时事中你追我逐,闹得正欢,张超群忽然心念一动,施展刚才小龙女所教的控制身体的法门,竟然颇有所得。 小龙女轻功造诣极高,她白衣飘飘,身形优美曼妙,张超群连她衣角也沾不到,追了许久。 张超群愈加体会到轻功的诀窍,但她只是仗着强悍的身体素质,速度是提高了一些,纵月之计也比过去清零了许多,但怎么可能抓得到小龙女? 足足练了一个多小时,张超群也是累了,今天她一天就学会了天罗地往事,虽然招数还是生疏,不能够融会贯通,但身手敏捷,远非昨日可比了。 哎哟!张超群突然脚下亮呛,惊叫一声,跌倒在地,小龙女一惊,白裙飞扬,轻巧地落在她身旁,关切问道, 顾儿,你怎么样?张超群狡黠一笑,将小龙女拦腰抱住,道,这回你逃不掉了吧? 小龙女鼻中所闻,尽是男子身上的浓重气息,想到之前的一番疑你,不禁芳心路撞,柔声道,龙儿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要逃? 张超群微笑道,夜深人静,梁霄美景,不如咱们来造小人吧。 小龙女一正,道,什么造小人?张超群将小龙女一把抱起,结结笑道,造小人就是生宝宝。 小龙女脸上涌起红韵,娇嗔道,你满脑子就是这个吗?美人含羞,世间哪有比这更美的景致? 张超群低头便向她吻去,一边品尝着她那花香肆意的甘美唇舌,一边在她玉背之上来回抚摸。 小宝贝,你的小嘴真香。 一边说着动人情话,一边向韩玉床行去,将蕴生双颊的小龙女轻轻放在韩玉床之上,张超群的大嘴如雨点般在她嫩滑的脸蛋上落去。 小龙女含羞道,罐儿,你也上来。 小龙女静静地躺下,给张超群空出一些位置,这韩玉床并不宽大,原本就像是给一个人设计的,现在躺了两人,居然都动不了了,于是两人只好侧躺着。 张超群将她紧紧抱在怀中,一双大手隔着她那纤细光滑的玉背来回抚摸,那令人血脉愤张的滑逆手感,何止是陶醉。 从背上一直摸了下去,小龙女英宁了一声,双目寒情,水波荡漾,不敢再去瞧着她那一对火辣辣的双眼,胸口的两团柔软紧紧地贴在她宽阔而结实的胸膛。 衣带处传来爱郎手指的温度,她知道,自己身上的衣衫已被解开,脸上愈发红透。 伍儿,你今晚要吗?嗯,为什么这么问?你不想吗?张超群的手略微一停,随即便俯上她纤细柔软的腰肢。 不是不想,只是你若要练玉女心经的内功的话,就不能,不能和我亲热的。 手停在那隆起的翘臀之上。 怎会这样?不能造小人了? 小龙女抬头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嗯,绝对是不可以的,不然极易走火入魔。 那,那有没有又能造小人,又能练习的内功心法呢? 小龙女称道,你倒是想得美,学任何内功都不可沾女,色的,不然轻则经脉断裂,重则死亡。 张超群略意迟疑,魔爪又开始了游动,这一次直接伸进了那一抹细缝之中。 不,不,我是很认真的。 小龙女抓住她作恶的手。 张超群感觉到她手指尖传来的内力,竟然动弹不得,不由地一声哀叹,道,那我不学内功了。 小龙女正色道,过儿你,怎可这般没志气? 你还是我认识的过儿吗? 她恋美,色起是当年的神雕大侠风范。 当年完颜姑娘,公孙姑娘,郭姑娘,她们爱的过儿,是个重情重义,光明磊落的大侠,你,你。 张超群见她眼中满是失望之色,急忙缩回手来,在她脸上轻轻一吻,道,对不起,我是开玩笑呢。 我决定了,我先学内功,再造小人。 小龙女见她连造小人都能说得这么郑重其事,不由地扑斥一笑,称道,你呀,这才是我的过儿吗? 乖,你好好躺着。 张超群点了点头,心中虽是失望,但毕竟,一个男人若是被自己的女人瞧不起,那是最为耻辱的。 反正,练会了内功再造小人便是,以我绝顶聪明,天生一块练武材料的良才美智,很快就能连成玉女心惊。 睡了一会儿,张超群便感觉到从寒玉床下传来阵阵寒气,仿佛身下垫着一块大冰块,但小龙女好好地躺着,浑弱无事,我一个大男人也不可让她瞧得清了,当下咬紧牙关,全力与身下的寒冷抗语。 第零三二章,吹消人去玉镂空。 张超群忍住寒冷,听小龙女传授呼吸吐纳之法,暗想,这便是内功心法了,若是被我学会了内功,说不定以小爷我这么冰雪聪明的资质,就是武林第一高手了。 到时候,咱也开宗立派,做个牛逼轰轰的超级大侠,手底下就马马虎虎收个几千个弟子吧,男人不要,全收女弟子。 他皇帝老儿后宫加历三千,咱超群哥一定要比他多,哈哈哈哈。 带着无比邪恶的幻想,张超群发现,按照这种呼吸的方法,只练得片刻,便觉寒气大减。 带得内息转到第三转,但赶身上火热,再也不嫌冰冷难熬,反觉睡在石床上甚是清凉舒服,双眼一合,邪恶的超群哥竟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睡了小半个时辰,热气消失,被床上的寒意冷醒了过来,当下又依法用功。 如此忽醒忽睡,闹了一夜,次晨行转却丝毫不觉困倦。 原来只一夜之间,内力修为上便已有了突飞猛进的感觉。 张超群发现,小腹里面居然好像有点什么,气弱油丝,模模糊糊,难道那竟然是什么内气了? 张超群兴奋至极,见小龙女侧躺着睡在旁边,容貌秀丽清雅,拥有着凡夫俗子等嫌不敢正视的出臣脱俗之美。 张超群暗暗叹息,这样的美丽仙子,居然被我几句话就骗了,若是他知道杨过早已作骨,知道我是骗他的。 哎,张超群不敢想象,转过脸来,继续吐纳。 原来修炼内功原来不光是有这样的神奇效果,居然还能代替睡觉。 原来若是自己这样一晚上醒十几次,只怕现在已经变成熊猫眼了。 才刚刚将内息转了一转,小龙女已然醒来。 见他仍然在用功,不禁欣慰。 想起当初自己十八岁的时候收养过为徒,他也是这般用功,古墓派的武功,两年便学会了。 只不知已经两度转世的他,究竟要学多久? 想到昨日他一日之内便将天罗地往事学会,进展何止是神速可以形容,不禁更加期待。 他哪里知道,超群歌这么用功,为的是大展神通去劫富济贫,去偷看人家姑娘洗澡。 若他知道,只怕要气得再度进入昏迷了。 待他再次运行了一个小周天后,小龙女叫醒他,要他继续练习轻功,经过一夜的吐纳。 张超群果然身法轻盈了许多,不由得惊喜万分,急忙问道, 龙儿,我感觉好像进步很快啊,难道武功都是这么容易学的吗? 小龙女也是诧异,道,昨夜你按照我教你的口诀练轻身功夫,其实你靠的是你身体的本能, 那不算是真正的轻功,不过,你真的学得很快,我教你的,你竟然都懂吗? 小龙女自幼习武,十四岁那年已将古墓派的所有武功都学了完,这已是极为神速的。 不光是他天资聪颖,更因为古墓之中没有外面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引诱,能得以心无旁骛,但张超群居然不单都记住了,而且还能立刻领悟到各中窍门,这份悟性,实是匪夷所思。 张超群点头道,这有什么难懂的?你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其实他在自己的世界,已是所学集杂,作为一个特工,什么都要学习,犯罪学,治安管理学,心理学等等五花八门的知识,还要思维敏捷,反应灵敏,口齿清楚,说话有条理。 林林总总,多不胜数,尤其在中国,除了这些,还需要懂得格斗技巧,熟练使用各种枪械武器,以及冷兵器,高速驾驶,反爆破,反侦察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而张超群现在只需要背诵领悟这些相对简单的要命的口诀法门,实在是小菜一碟。 小龙女眼中光芒闪烁,欢喜道,真想不到你转世两回之后,居然倒转成了一个习武天才,当年你已经很聪明了,现在更甚,不过,武功招式套路你学得再快,记得再牢,全凭本身之力,练到再精熟,也就是个外功高手,遇到那家高手,就差得远了。 就像你昨日所学的天罗地往事,虽然都记下来了,但没有内功作为基础,威力始终有限。 我现在就把一部分内力传给你,祝你打通经脉,你在每日睡在寒玉床之上进行练习,十年之内,天下间便没几个人能打败你的了。 张超群起初听他夸赞自己,不免得意洋洋,哪知他越说越是不妙,不经张大了嘴,再也合不拢了。 十年?张超群晕菜,十年之后,以天世界精彩的东东都结束了不知多久了,就算武功天下第一,也没意思了。 要不要十年这么久啊?十年能做很多事了。 小龙女称道,十年你,还嫌时间长吗? 很多人一辈子无法得亏门径,学武最忌讳的就是极劲,你千万不要太着急了。 张超群黯然点头,他最向往的就是正派群豪围攻光明顶那一段,当时张无忌已经学会了九阳神功,又在光明顶的禁地学会了乾坤大挪移,当时在光明顶上何其牛叉? 若是自己不赶紧学会爵士神功的话,压得,让那家伙露脸,可万万是不甘心的。 又想,其实也不必十年那么久的,我在这里学到了玉女心经,就已经是很陡了。 九阳神功这种高级的东西,我既然已经知道在哪里了,还轮得到张无忌那小鬼去学。 哈哈,做梦吧。 当下,小龙女便度了一部分内力给张超群,张超群有了她的内力作为基础,加上韩玉床这练功宝贝,进步神速。 春去秋来,时光如缩,一晃快到两年,张超群将古木派的轻身功夫,玉女剑法,全真剑法,美女全法,天罗地网是学了个遍,但源自周伯通的左右互搏之术,却是怎也学不会。 不过,张超群倒是不在乎,左右互搏之术虽然厉害,毕竟要郭靖,杨过,小龙女这样的一根筋的人才能学会,自己太过聪明伶俐,反而学不会。 反正这些武功,足以纵横江湖了,再说了,贪多嚼不烂,等得到了九阳神功,内力自然大大提升,现在何必去抢球。 这一日,张超群和往常一样,跟小龙女比试,时事中并没有刀剑兵器,只有折了树枝,全当是剑了,两人皆是身法清零,衣带飘飘,斗得快时,连身形都瞧不清楚。 斗了百十多招,张超群一招浩万欲拙小龙女惊呼了一声,手腕被树枝点中,抛下手中的剑呆立当场。 他们相互比试已有两年,从起先张超群总是败给小龙女,到一年半之前,两人已分不出胜败,最近数月,却不知怎么,小龙女总是容易疲乏,已再不是张超群对手。 张超群只道是自己进步太快,欢喜之极。龙儿,你在想什么想得出神?是不是想着以后给我生宝宝的事呢? 张超群将树枝置于地上,嘻嘻笑着走了上前,将物字呆立的小龙女搂在怀中,轻轻在她娇嫩脸蛋吻了一下。 龙儿,我怎么感觉你的腰好像最近粗了些,哈哈,最近你一定是吃得太多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小龙女娇躯一颤。张超群又道,龙儿,你说,我们将来出去这里,生几个宝宝呢? 咱们生八个男孩,再生八个女孩好不好?一边说,一边将两只魔爪上下其手,狂吃豆腐。 小龙女倒在她怀中,却是正正地望着虚空,轻声喝泽道,你以为龙儿是猪吗?哪生得了那么多? 张超群笑道,咱们一年生一个,生个十六年,不就行了?十六年?十六年? 小龙女喃喃道,当初我自以为必死,跳下绝情谷,你还记得当初我在石壁上刻了什么字吗? 张超群一正,她又不是杨过,又怎会知道,好在小龙女没等她回答,自说自话道,十六年后,在此相会,夫妻情深,勿施信约。 小龙女书主夫君杨郎,珍重万千,勿求相聚。 忽然哭道,珍重万千,勿求相聚。 夫妻情深,勿施信约。 张超群见她突然悲伤哭泣,不禁愕然,将她紧紧搂住,道,龙儿,你怎么了?我们不是相聚了吗? 我一辈子都对你好,你一辈子都做我的乖乖老婆,你哭什么? 小龙女乌叶着点头,猪泪洒下,滴落在张超群手背,道,过儿,假若有一日,龙儿忽然离开你了,你会,你会怎样? 张超群心中郁佳惊奇,搬过小龙女身子,瞧着她梨花带雨的绝美脸庞,道,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是不是我哪里不好? 小龙女含泪笑道,不,我只是打个比方,其实我比你大很多,总会比你去得早的,我随口问问罢了,你可别多心。 张超群忍不住笑道,好好地打这种比方做什么?你是我的仙子,永远不会老,不会死,我还打算着,将来我若是老死了,再投胎转世,还要来这里寻你,咱们再做夫妻,一直不停地坐下去。 小龙女扑哧一笑,道,你倒是会说,我若永远不老不死,岂不是成了妖怪了吗? 张超群低头在她唇上印下一吻,道,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最美的,就算你是妖怪,我也爱你。 小龙女幽幽地道,我以前从来不怕死,反正一生一世是在这幕中,早些死,晚些死,又有什么分别? 但是线下,能够不死,总是不死得好,龙儿要陪着你一辈子,永远也不要分开。 张超群微笑道,假若你死了,我也不活了,我们黄泉路上作伴,我心中装着你,你心里装着我,下辈子也不会忘记,我们一起投胎,你还是这么美丽。 我还是这么英俊,我们慢慢地长大,还要做夫妻。 小龙女双眸闪烁,泪水再次躺下,忽然道,可是总担心,你比我年纪要小很多,当我,当我有一天突然老了,你还会这么抱着龙儿,亲龙儿吗? 张超群郑重道,不论你多老,我都爱你,一生一世,下一生下一世,永生永世。 小龙女泪如泉涌,扑进张超群怀中,双肩颤抖,大哭出声。 张超群紧抱着她不断颤抖着的身子,轻轻抚摸着她滑腻的玉背,两久,小龙女忽然抬头,一张剔透似血的绝美脸上粉红一片,逆声道, 过儿,你现在就要了龙儿吧?这近两年的时间,因为要修行玉女心经,两人都是克制着情,玉,不曾愉悦半步,虽是同一张床共寝,虽是亲吻搂抱,但始终没有进行造小人的人生大计。 此时,张超群已是大功告成,正想着晚上好好的圈圈叉叉一番,哪只小龙女倒是先提出来了,不由的惊异。 小龙女虽然极爱自己,但却和传统的古代人一般无二,到了晚上任由超群歌大成手足之欲,而白天却是至多让她亲一亲抱一抱,严谨地遵守着白日不宣印的规矩。 眼见她双目水波荡漾,心中历史宛如有万千小虫小已爬过,一把搂住她鲜鲜细腰,抱了起来,欢叫一声,道,我要狠狠地爱你。 小龙女美眸之中闪过一丝七处,埋首于她胸前。 过儿,你躺下!张超群张碧预报,谁知小龙女分闭拦住,美眸之中羞意盈盈,正不明白,小龙女轻轻解开自己衣衫,低下身子, 润泽的朱唇吻上自己额前。 张超群脑中轰然一声,心中又惊又喜,她,她该不会是要,都说古代女子保守,龙儿游慎,怎的今天她不但白日宣,淫,还采取了主动。 朱唇湿润,从张超群的前额一直往下吻去,她亲吻得极慢,仿佛在品尝美味,时而剥舌柔扫,时而何耻轻咬,张超群舒服地微闭双目, 任由她那柔软的小嘴在身上缓缓游动,不多一会儿,她已稳到了胸前。 张超群一阵站立,忍不住低吟了一声,原来,男人的身体除了下身,也是有敏,感驱的呀。 当小龙女亲吻到她腹部时,超群哥心中仿佛火烧一般,怦怦地跳个不停,下身灯时胀大,一种异样的愉悦感从丹田飞快地散发出来,迅速遍及全身四肢百骸。 她该不会,该不会。 扑通扑通的心跳,犹如两军对垒的战鼓,很快,一双洁白如玉的小手,开始松解腰带。 超群哥不敢置信地撑起身子,仿佛呻吟一般,换道,龙儿,嗯,你躺着别动。 小龙女双甲如火烧一般,红得似是要滴出水来,一只小手惩罚似的在超群哥的龙头棍子上拍了一击。 紧接着,底裤缓缓缓朝下退下。 一根巨大的龙头棍一跃弹出,宛如高昂的旗杆,猙獰的微微颤动。 小龙女迟疑了一下,美眸寒春,飞快地像一躺下的超群哥掠了一眼,琴手缓缓向前一去。 越来越近了,张超群屏住了呼吸,那急促的呼吸带来湿热的温度,紧接着一声闷哼,一个潮湿的小口,以温软地套了上去。 嗯,啊。 似是叹息,又似极其享受的呻吟,张超群登时便感觉一颗心像是已经不受控制地飞上天去了,紧接着便感觉到,他的小嘴在龙头棍子上面声色地套弄起来,实吞实吐,实而舔势。 张超群身体无法自持地绷得紧紧的,龙头棍之上的龙冠被那娇嫩湿滑的小口尽湿,那专心致志地挑逗,让淫荡的超群哥不由地想起了他最喜欢的日本AV女郎,苍景空。 超群哥被他舔损的通体苏麻无力,不由地呻吟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冰清玉洁宛若若仙子一般的小龙女竟会用嘴来跟自己做,随着他不断地舔损,那根高昂的旗杆更是怒于。 一挺拔,红彤彤的一片,御手环扣,勾住龙头棍根部,上下来回地套弄起来,每一下都与他香滑的小舌相处,销魂尸骨之急,超群哥喘息越来越急,脑中终于在无丝毫清醒,无意识地展开双臂,似是要在半空中抓住什么,他似乎找到了那根龙头棍的最敏感触,不断地瞬息那凸起的龙冠。 啊,那里,那里太舒服了。超群哥声音干涩,喉咙间像是吞了一团火,身下寒玉床的寒冷全然无用了。 啊! 一声长长的呻吟,小龙女只觉口中多了些黏腻的液体,琴手离开,一股乳白色的液体顺着那无比诱人的猪唇,缓缓躺下。 舒服吗?龙儿伺候得好吗?仙子粉面含羞,玉手轻轻在那渐渐变软的龙头棍子上抚摸起来。 好,好,我喜欢。 超群哥坐起身子,捧着仙子那美艳绝伦的脸,吟吟一笑,道,你伺候得我这么舒服,那我也不能亏带了我的好龙儿对不对? 狼爪一身,已抓住小龙女的苏胸,隔着衣物,揉捏了起来,小龙女低垂琴手,红彤彤的任由爱狼肆虐,张超群将她搂在怀中,伸手解去她衣裙,一只手探入泄衣之中,在那高高隆起的胸前搓弄着,那小小的乳头早已长大了数倍,洁白如玉的美妙身子泛着情欲高涨的粉红色彩,一阵阵地站立,随着爱狼魔爪的侵袭, 全身衣衫扑素落下,一具完美无瑕的动人娇躯,便出现在超群歌的面前,那迷人的曲线,桃园之上繁茂的水草,丰硕交挺的一对玉乳,秀发黑亮,遮住半边粉颈,强烈的黑白对比,让人深深迷醉。 刚刚卸身的超群歌,此刻又迅速地高昂起来,对着那水草风貌的悠悠桃园,虎视眈眈,一只手掌穿过修长眉腿,一划到底,那鲜嫩的肉叶子上,竟是早已沾满了滑腻的露珠,顺着充满弹性的玉腿流淌下来,超群歌一声惊叹,道,龙儿那里,原来早就湿了透啊。 嗯,我一咬你那里,下面就湿了。仙子的声音低如文睿,说完,娇羞垂首,一声惊呼,身子已被爱郎抱起,好好的放在床上。 瞧着这女娲娘娘最杰出最完美的作品,张超群不禁赞叹,俯身下去,微张大嘴,含住那一粒可爱的小樱桃,上下起手,在动人郊躯上进行着坚决彻底的扫荡,仙子心谋微闭,口中喃喃身吟, 道,过儿,你快进来,龙儿今天很想要,仙子有令,超群歌哪能不遵守。 啊! 交替声中,小超群勇往直前,映如铁柱的火烫龙头棍一路强推,挤开重重叠叠的嫩滑花叶,直奔诱人的湿润花精。 小龙女上身陡然攻起,喉中发出一声荡人心魄的呻吟。 舒服吗? 超群歌问道。 小龙女双手手掌抓住张超群的胳膊,胶躯轻颤,哪里还能说得出话来? 只闻嗡嗡之声,再无其他。 超群歌满意地虚了口气,握住仙子细腰,让自己的龙头棍尽量插入到最深处, 那花精之中如涌泉滴蜜,丝滑温软。 用力一顶,开始了男女间最原始的厮杀,龙头棍如枪,暴风骤雨般抽插起来, 小龙女微张着小口,胶躯随着超群歌的抽动有节奏的晃动抛跌, 那细细的香焊,在大水晶的映照下泛起迷人的光泽。 啊,这样,这样好,好。 小龙女娇银一声,叫道。 好什么? 张超群盯着她那泛出淫迷春光的娇眉脸蛋问道。 没,没什么? 小龙女之无道。 说给我听啊,我最喜欢听我们在座的时候你发出的娇声, 还要听你告诉我,你的感觉。 猛插了几下,饮水如潮,发出扑扑的声响。 你好色啊,真,真的没什么,啊,啊,你还敢说老公的不是, 我可饶不了你了。 张超群抵住她早已滑腻不堪的香臀,将自己的龙头棍直插到底, 她那玩意儿比常人要长出一些,无论怎样, 她都不敢将这宝贝全部插进去,都至少要留两根手指的距离, 此时惊虫上脑,竟是全然忘记了。 这一顶之下,小龙女大叫起来。 啊,不,不要,你,你插得太深了,我。 小龙女痛叫了一声,那你还不说? 收了一些,但龙头棍却是抽送不停。 我,我说,你,你这样弄得好深,好着力,老是碰到那里。 超群哥哪能不知,自己一遍一遍地碰到她花心了, 却是非要她说出来,追问道,碰到哪里啊? 就是,就是你现在碰到的地方。 这里吗? 超群哥抱着她掀腰,用力顶住她花心, 龙头棍子顺时针搅动起来。 啊,坏人,你怎么,怎么那样? 仙子娇躯一阵酥软,连声音都发颤了。 舒服吗? 我那样你是不是觉得很舒服? 超群哥一脸得逞地吟笑,问道, 嗯。 仙子鼻子里黏腻地哼了一声。 超群哥在那泥泞的花精之中,左旋右转,时而搅动,时而轻抽缓送。 谁知仙子的反应比先前更厉害,美目娇媚生春,面颊似是醉酒般陀红,花精中蜜汁如泉,流得两股滑不留守。 正倒弄着花精,仙子里面突然阵阵收紧变窄了,超群哥大喜,虽然抽颂的吃力了许多,但却更加爽了。 但凡女子下体紧凑狭窄的,男子都坚持不了太久,每一下抽插,都会因为太过刺激而加速泄精。 果然没多久,超群哥便感觉到龙观越来越酥麻,越来越难以抑制,立刻加速狂顶,每一下都朝着仙子的肥美嫩心狂涉,随着一阵通体爽快的感觉,龙睛喷勃而出。 啊,嗯。 仙子的手指不知不觉竟将超群哥手臂扣破了,随着一阵飘然如仙的爽快感,仙子相间猛地收缩了一下,郊区剧烈颤抖了起来。 啊,我,我丢了。 我也出来了。 张超群将他紧紧搂住,没想到两人同时达到了高潮,那种感觉,比单单的一个人到高潮要完美得多。 两人赤身相拥,舌交之禅,深情对视,如痴如醉。 两久,张超群想起刚才他在后来突然花精变得狭窄紧凑起来,自己一下没适应过来,弄得这么快就脚腔了,柔声相问。 小龙女娇羞一片,道,我也不知,我是好像要,要被你弄得要丢了,心里一挤,就用了玉女心经中的内功,怎么? 有没有伤着你?张超群连忙道,不,不,没有,相反,很舒服的,我只是没想到内功还能这么用,口中说得似乎很平淡,心中却是波浪滔天,也不知是不是所有的内功心法都能这样。 如果是的话,那真是太神奇了。正想着,小龙女忽然道,柔,我好好看看你。 张超群揽着他娇柔身躯,上下起手地乱扫,道,你说这话,好像你明天就看不到我似的,我要罚你。 小龙女男男道,你舍得吗?低垂琴手,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光芒。张超群毫无察觉,稍稍退开了些,身子一出溜,往下一滑,咬住小龙女一轮圆月,道,罚你被我咬。 小龙女娇躯一颤,眼中泪水盈盈欲滴。第033章,黯然销魂方宗鸟。一夜风流,小龙女昨晚似乎欲求不满一般,缠着超群歌一连做了五次,直到快天亮才睡去。 当然,在时事当中分不清楚是黑夜还是白昼,只是估计罢了。 在第3次的时候,张超群和小龙女一边实战一边摸索,终于找到了将玉女心经中调息吐纳的方法运用到那方面去。 果然,后来张超群越战越勇,一次最少有一个多小时,这让张超群自信心满满,想到这还只是刚刚不到两年的功夫。 如果将来内力越来越强了,说不定一次能上两个小时,天呐,哪个女人能受得了?小声啪啪。 尽管如此,小龙女却还是能应付得了,毕竟她的玉女心经火候更足,休了那么多年。 两人彻夜奋战,最后疲惫欲死,睡了过去。 当张超群第一次醒来时,抬起手臂便去搂她的龙儿,哪知道,竟是搂了个空,手掌心冰凉一片,也没在意,以为她先起来了,接着又睡。 第二次醒来,仍是没看到小龙女,这才有些惊慌了,叫了两声,回音在时事中嗡鸣,急忙一跃而起。 龙儿?龙儿你在哪里? 张超群忽然见到石桌上放着一件鲜红的肚兜,快步上前,抓在手中,只见肚兜下,放着一张白卷,上面写满了字。 张超群历时生出不祥的预感,手颤抖着,将白卷拿起,走到大水晶前。 过儿,请原谅龙儿不辞而别,十六年后,我们在华山论剑之地相聚,勿忘龙儿。 字迹潦草,泪痕点点。 旁边还画了个好似女子霜,风的简单图形,中间重重地戳了一笔。 张超群全身冰凉,脑中轰鸣,跌坐在地。 想到她昨夜疯狂,起初还以为是她这两年日日不得,自己玉女心经终于练成,所以放开胸怀,纵情一回,哪里知道,那竟是最后的缠绵。 忽然又想,或许她并未走远,急忙起身,奔出石室,走到山洞之外,这时已是白天了,阳光虽然不能透进来,但视线也算清晰,急目远望,哪里有龙儿的影子。 张超群忽然重重拍打着自己脑袋,昨晚她那么明显的异常,自己居然都没有察觉到,你这颗脑袋瓜子,都在想些什么? 牙齿不知不觉,将嘴唇咬得破了,心中焦急,机遇晕去,这山谷之中,更是连绵一片,往哪个方向去才对啊? 回首四顾,张超群挑了一个方向,急速奔去。 从白天一直找到夜幕降临,中途击毙了七八只野兽,一股怨愤尽数倾洒在这些不识趣的野兽身上,当在看不清路时,张超群已是绝望到了极点,不管不顾的就地做了,全身冰凉。 不眠不休到了第二天,天刚刚亮,张超群立即开始在这林中搜索,沿途她都做好了记号,哪些地方找过,一眼便能辨认,就这么不停地寻找,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整个山谷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龙儿。 最后一丝希望破灭,张超群终于体力不支,晕倒过去,这整整六天,他全仗着一股狠劲之撑,累了就找棵大树上去打个盾,渴了饿了,就随手摘些野果果腹,打死的野兽倒是不少,却是没有心情烤来吃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龙儿突然就这么走了,按照他的记忆,龙儿在当年,因为把情花解药留给杨过吃,才跳下山崖,现在却又为了什么? 张超群怎也想不明白,昏厥过去,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只觉脸孔热乎乎的,仿佛有人在对着自己喷气,不由地惊醒过来。 龙儿?谁知非但不是龙儿,反倒是一头鹿,张超群吓了一跳,一股怨气直冲脑门。 不假思索,挥掌激出,咔的一声,那头鹿灯时被打得股断血流,悲鸣一声,亮呛着逃出十几米开外,倒在地上抽搐不休。 张超群听他悲鸣,甚是凄惨,心中好生懊悔,走上前去探视,这鹿躯体抽搐,不多时已不动弹了。 鹿啊鹿,对不起,我不是存心打你,龙儿气我而去,我心情不好,一时失手,你可别怪我,鹿总有一死。 老死还是被我打死,结果都是死,坐鹿呢,活着的时候开开心心,死了也开开心心,一了百了,总好过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张超群坐在地上,瞧着鹿的尸体,自说自话。 突然想到,龙儿他好好的忽然就离开,难道是因为,他又瞧了瞧那头鹿,难难道,鹿被我打死,鹿老死,难道龙儿他。 一时间,回忆分治他来,他的武功似乎比以前退步了,耐久力下降,半年前,两人能拼个四五百招甚至更久,但最近这一两个月,他每回斗个一两百招便急停下。 是了,一直以为是自己天赋异禀,进步太快,他逐渐不是自己对手了,但是现在想想,显然不是这样,他通常都是在最后叫累了,很少是因为被自己打败而停下。 眼前豁然开朗,龙儿不是斗不过,他内功修为,比我年头久远,玉女剑法,更是从小习练,自然更加精纯,他不是输在武功上,而是因为,因为他老了。 张超群全身冰凉,如入冰窖,因为寒玉床的缘故,他保存了一百二十多年的青春,但终于在醒来后的第二年,开始衰老,而且很快,想起他离开的那日,比剑过招完毕,摸着他腹部,自己曾说,你似乎变胖了,是了,他定是已经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变化了。 他的离开,不是因为不爱我了,而是不想让自己看见他的衰老啊。 张超群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气息发颤,悲从中来,眼泪扑素而落,忍不住放声大哭。 尽情大哭一场,张超群想到,小龙女可能已经离开了山谷了,要不然,自己绝不会找不到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是离开了还能是怎样? 他又说,十六年后在华山之巅再聚,张超群突然站起,心中激动惊喜,难道他竟然有永保青春的方法? 他离开这里,难道竟是去寻找这个方法? 哈哈,张超群纵声狂笑,心中喜极,是了,定是这样了,要不然,他又为何要定下十六年之约? 张超群越想越有可能,如癫如狂,在山谷中长声呼啸,声震四方。 静下心来,张超群想到,龙儿在白卷之上除了那些字外,还有一个古怪的图形,心中怦然一动,想到龙儿又怎么忍心要自己一个人留在这山谷深处? 那图形定是出这深谷的地图了。 果然,寻了半日,终于在北面找到这么个地方,抬头望去,果然是隐蔽之至,一条狭长的仅容一人攀爬的山道,蜿蜒盘旋而上,看来这便是上山顶去的通路了。 竟然会有一条这样的路,实是奇迹。 张超群站在这狭长山道前,回首瞧了谷中一眼,毅然而上,其实在写到这里的时候,石头真的不想让一百二十多岁的小龙女就此消失。 不过,为了更多的美眉能闪亮登场,为了超群哥能更华丽地推导,只好暂时消失掉,下面,将会出现一个大家都期待的华丽重逢。 哈哈!第零三四章,论极小福的道调一。 尽管早有准备,但张超群仍是没想到会崎岖至此,起先道也还好,勉强能攀登,到了中间时,越来越陡峭,有一处居然达到九十度,若非如今张超群已是身怀武功,只怕便要望牙兴叹了。 一直到深夜时分,这才登上崖顶,手脚酸麻的张超群返回头来,瞧着山崖底下,黑森森的,月光所及,不过能看到数十米深,回想这近两年时间,恍若隔世。 略微休息了一下,张超群下了山去,带行至青牛山下时,天色已是大亮。 想到这两年时间,都在山谷中练功,不知张无忌那个小鬼怎样了,按照金大师的安排,他应该是成了个小神医了,算算,戴起司应该是时候来找胡青牛报仇了。 张超群不禁想起,那日在客栈中的一番云雨,如果再次见了面,他会不会立时冲上来,将自己杀了呢? 张超群悚然一惊,又想,那日之事,其实也怪不得自己吧。 关于那药瓶子,根本自己也不知道,再说回来,小爷我好歹也算是青春少年,风流倜傥,细皮嫩肉的,他怎么着也有快四十了,说起来,倒算是他赚了便宜了,我不去责怪他,他难道还反过来怪我吗? 想到这里,张超群不乏轻松多了,不多时,已进入蝴蝶谷中,一晃两年,天高云青,蝶舞纷飞,这里还是那么美,远远的,胡青牛的几间茅屋冒着吹烟,想来是那三个小童已经在做早饭了。 信不行去,心中在想,若是他们看到我,只怕都会吓个半死吧,他们以为我两年前已经剁牙死了,哈哈,这大概算是大白天鬼魂出没了,要不要找件白衣,换个造型来吓一下他们呢? 走到一个小坡前,只见有个小土包,一块木牌,走上前桥,木牌上居然写着张超群之木张超群急忙呸了一声,估计是张乌鸡那小鬼,给我在这里盖的,太不吉利了。 上前韵力一抽,将那木牌拔出,折成两段,抛在地上。 喂?哪来的野人?干嘛毁人坟墓?一个少年大声呼吓,快速奔来。 张超群一回头,那少年先是一愣,旋即大叫一声,妈呀!鬼,有鬼! 手中丢下一个竹篓,掉头便逃。张超群认出他来,那是胡青牛家的三个小童之一,那日自己在青牛山剁牙,他也在场,只是事隔两年,长得高了。 摇头一笑,不急不徐地跟着他向茅屋醒去,小童逃进屋中,片刻之后,从屋中冲出一群人来, 人人手持刀剑力气,不由得一正,胡青牛家哪来这么些人? 随即醒悟,只怕是那些被金花婆婆故意整治的正派中人来求医了。 那群人跟在小童几个少年身后,叫叫嚷嚷地奔出,张超群却是不慌不忙。 见一少年眉清目秀,依稀便是张无忌,大声道,你们连我都不认识了吗? 那少年呆了一呆,定定地瞧着张超群,忽然面色大变,道,你是人? 不是鬼,你是超群大哥。 扑了上来。 张超群心道,当然是人不是鬼了,有这么英俊的鬼吗? 张无忌一把将他抱住,两人搂坐一团。 超群大哥,你怎么长高了? 长壮实了? 你怎么,怎么没死啊?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我们都哭得很伤心,就连胡先生也是扼腕叹息,哀声叹气了好几日。 已长成少年的张无忌仍是比张超群矮了大半个头,却像是个孩童一般,唧唧喳喳不休,群豪见无事,纷纷返回。 张超群见他跟自己亲热,心中却是在想,大我把你的老婆统统都抢了来,也不知你会不会介意呢? 问道,无忌你也长大了许多了,这些人是谁? 怎会在这里? 张无忌眉开眼笑,道,这些人,有的是空同派的,有的是神权门的,还有丐帮的和华山派的,他们被金花婆婆打伤,来求胡先生治病,可是胡先生自己却是病倒了。 张超群自然是早知道这些人是何方神圣,但若自己不问,道时说出,岂不显得自己未不先知,事已,问了个清楚详细。 果然,这十几个人分别来自各门各派,被带起私伤了之后,又指点他们来找胡青牛医治。 胡青牛家有汉妻,外有宿敌,怎肯医治? 暗中指点张无忌,张无忌已经给他们治了四五天,这些人伤势日渐痊愈。 对这位小神医也是言听计从,刚才便一呼百应出来捉鬼了。 张超群知道,胡青牛是假装生病,房间里还藏着一个老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动手给这些正派中人下毒,两口子闹别扭。 那胡青牛的老婆,毒仙王难姑,不肯输给丈夫,更担心这些人治好之后,金花婆婆饶不过胡青牛。 这女人,还真是有性格,张超群嘿嘿一笑,突然想到,怎么没见着峨眉派吉小福? 正想问张无忌,猛然醒悟,这可问不得,自己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怎能刚来就知道吉小福也在。 远处忽然传来一个稚嫩的铜音。 无忌哥哥,无忌哥哥,看我抓的蝴蝶。 张超群扭头望去,只见一个幼小女童露出雪白粉嫩的手臂, 举着一只红黑相间的蝴蝶兴奋地奔了过来。 在这女童身后十几米远,一个鲜瘦女子紧随其后。 张超群即刻认了出来,那是吉小福,这活泼可爱的女童,就是杨不悔了。 不由地想起,曾在某个博客里看到过的一个帖子,极为有趣。 殷六侠,你分得清每天晚上跟你圈圈叉叉的是谁吗? 还有个帖子也很有名气。 那是三毛对杨不悔和殷离婷恋情的评价。 杨不悔中嫁殷离婷,花木兰代父从军。 其中的讽刺意味十足,也让张超群记忆犹新。 但看到这八九岁的天真小女孩时,不由地感慨,这么个花姑朵式的小姑娘。 谁能想到她日后竟会力排众议,嫁给一个跟自己父亲那般年纪的男人呢? 看金大师笔下的这个人物,张超群和大多数读者一样,对杨不悔,最终没能嫁了,给张无忌感到不满。 张无忌在她小时候,面对要吃人肉的正派人士大喝一声,你们要吃就吃我吧。 如此深情厚意,她杨不悔,也好意思舍了无忌哥哥去嫁给殷离婷,真是没良心之急。 不悔妹子,叫哥哥,这是我同门的小师叔呢。 张无忌的父亲是张翠山,在武当七侠中排行第五,张超群被张三丰内定为弟子,当时排在最末,论辈分,算是张翠山同辈了,是以张无忌口中虽然不叫她师叔,心中却是早已默认了。 杨不悔哥哥笑着,扑进张无忌怀中,黑宝石般的眼珠子,好奇地瞧着张超群,道,小哥哥,这个大哥哥,他好高啊。 张超群见着小女孩,不过八九岁,天真至极,心中想到日后他要嫁给殷离婷,确实没多少好感。 大哥哥,你是无忌哥哥的小师叔,那你是不是比他厉害? 杨不悔走到张超群面前,像个小大人一般,煞有介事地问道。 这小姑娘连自己的腰都不到,张超群忽然觉得自己有可笑,这么小的小姑娘,自己跟他借地多年后的事情干嘛? 露出微笑,摸了摸他那毛茸茸的脑袋,笑道,不悔,是不是无忌他欺负你啊? 他欺负你,你就偷偷告诉大哥哥,大哥哥帮你打他屁股好不好。 杨不悔哥哥笑道,大哥哥是好人,大哥哥打他屁股。 说着伸开双臂,奶生奶气地道,带哥哥抱抱。 张超群微炯,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但毕竟也是女孩,张超群可不像张无忌那么厚脸皮,脸上怎能不红? 略以犹豫,见杨不悔晶莹如墨的毛子里一片清澈,便不再迟疑了,俯下身去,一把将杨不悔抱起,冷不防杨不悔飞快地在脸上亲了一口,一股浓郁的奶香直钻入鼻孔。 我亲了无忌哥哥一下,无忌哥哥就把我妈妈治好了,我亲了大哥哥一下,大哥哥帮我打无忌哥哥屁股。 张超群哈哈一笑,道,无忌哥哥帮你妈妈治好了病,还要打他屁股吗? 他搂着杨不悔右小的身子,一只手托着他小小的臀部,滑滑嫩嫩,一颗心,居然扑通直跳。 糟了糟了,张超群啊张超群,你没见过女子吗? 这么小的小姑娘,你也会这样? 这时,吉小福已走了过来,见到一个陌生的高大男子抱着自己女儿,远远地便听见女儿咯咯娇笑,甚是开心。 那男子面孔被女儿小小的脑袋遮挡住,认不出是谁,但那因为修长的身躯,却是让他心中猛的一跳。 莫非是他?吉小福脸上灯石煞白,芳心俱颤,他,他抱着自己女儿了。 他怎的来了?突然,女儿扭头叫道,妈妈,妈妈,无忌哥哥的大哥哥来了。 吉小福直到此时,方才看到张超群面貌,这人不及他英俊倜躺,只是身形象极,也是这般高大,眼中灵动之极,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人。 吉小福镇定心神,微笑着走了上前,道,你是?张超群见他秀丽不减当年,依旧是肌肤盛雪,白中透红,明媚依然,笑道,继师姐不认得我了吗? 吉小福一正,陡然想起当年在树林子里围攻白龟兽与棚河上,一个自称是武当弟子的少年,挺身而出,依稀就是他了,数年不见,高大了许多,竟是没认出来。 原来是你?你居然长高了这么多。 吉小福欢喜道,随即又见到不悔,当时尴尬起来,他到目前仍是未嫁之身,却带了个女儿。 张无忌年纪又小不通事物,那倒没如何,而这少年却是自己未婚夫的师弟,这该如何交代? 他又羞又炯,脸上仗得通红。 张超群丝毫不以为意,笑道,纪师姐,你还和以前一样年轻,没变什么,这是你女儿吗? 他很可爱。 说着,将杨不悔轻轻放下。 他随口说话,却是让吉小福玉家尴尬,一旁张无忌虽然年纪小,但却也知道,纪姑姑还没嫁人,就生了女儿,是不好的事。 道,超群大哥,纪姑姑他也受了伤,别站在外面说话了,我们进去吧。 张超群见吉小福神情,也知道他在想什么,跟了他们走到走到院子十几米外的一个小茅舍,三人都不说话,只有杨不悔,天真烂漫地一手牵着张无忌,一手牵着张超群,哼着歌谣。 张超群首先打破了沉默,道,一别已有两年,纪师姐,你过得如何? 吉小福听他问起,当时想起自己当日与丁狮子在小镇上分别后,唯恐丁狮子跟师父告密,不敢回去,每日不知忍受多少愚夫愚妇的讥讽,独自带着不悔生活,突然发现本门召唤弟子的信号,才被金花婆婆打伤来到这蝴蝶谷,其中艰辛,实不足为外人道。 苦笑一声,吉小福道,也没什么,挺好的。 张超群也不说破,想起丁敏君,又不好动问,一时无话,闲谈几句,让他好好养病,便同张无忌走出茅舍,吉小福见他没有责难自己,心中慢慢安定。 走到外面,张无忌忽然低声道,超群大哥,你来了最好,我见吉姑姑,他眉心间隐隐有一层黑气,似是伤势又有反复,只怕是消解了的毒气再发作出来,早晨关他脉搏,又查验了他口弦,调在百合伞中一看,吉姑姑他体内的毒性不知怎么又加重了,我正想去问胡先生,只是他还未醒来,你说怎么办? 张超群笑道,你是小神医,我可不是,你怎么反倒问我了? 张无忌腼腆笑道,什么小神医了,那是他们胡乱叫的。 张超群心道,此事当然是胡青牛老婆搞的鬼,算了,既然我出现了,就叫这可怜的女子少吃些苦头吧。 当下,便拍胸口保证,说是自己有办法,日后便自有分晓。 张无忌虽然不解其意,却对这笔自己大了五六岁的小师叔,很是信任,不再多问。 第零三五章,论吉小福的道调,二当晚,张超群睡到半夜起身,见身旁憨睡中的张无忌口弦直流,不禁好笑,悄悄走了出去,月色朦胧,微有良意。 张超群走到吉小福与杨不悔的茅舍旁,找了个隐蔽的地方隐匿身形,等了许久,也不见有人从胡青牛房中出来,不禁想到娇俏美丽的吉小福。 这女子在金大师的笔下,也却是命运悲苦,好好的,怎么就招惹到杨潇这个大魔头了,弄得失身与她,如果嫁了给殷黎婷,真是什么事也没有了。 两口子恩爱融洽,相敬如宾,偏偏这杨潇杨大魔头卑劣无耻,骗了人家清白姑娘,却从此不再出现。 日后虽然补偿给了杨不悔,但吉小福却是已经死了。 这种男人,干完就闪,实在不是好东西。 正负傍杨潇时,忽见胡青牛房门开了一条缝来,一个青涩衣衫的人轻盈而出。 张超群当时提起了精神,这人就是胡青牛的老婆王南姑了,装神弄鬼,落在小爷手中,教你吃点苦头再说。 这王南姑行走迅捷,显然是身怀武功,先到了茅舍之中,从怀中取出一颗药碗,投入吉小福的药碗之中,当即转身出外,张超群手里捏了一枚石子,正欲给他来一下。 忽然又想,何必去阻拦他给那些正派人士吃苦头呢? 当下,宁儿不发,眼瞧着他走入了那些人所住的茅棚,显然也是去偷偷毒药,等了好一会不见出来, 想是对那十四人所下毒物各不相同,不免多费时光。 待他出来,返回胡青牛房中,张超群这才出来,向吉小福茅舍中走去。 这茅舍与仓促之间胡乱搭乘,无墙无门,只求撩避风雨而已,一进去,便见杨不悔依偎在吉小福怀中,母女二人睡得香甜,月光投射进来,一般美丽,不由得一正。 吉小福相貌甚美,脸蛋娇艳,只是受伤之后,脸色稍差,尤其是生下了个女儿,还能保持苗条的身材,算是不错了。 而杨不悔,才八九岁年纪,便已显露出美人胚子的雏形了,一张可爱的红扑扑粉嫩嫩的脸蛋,让人瞧了,忍不住想要咬一口,不愧是以天世界里有名的杨潇洋大帅哥的血脉。 瞧这一对娇艳母女花,抄群哥忽然心跳加快,更见草席之上,四肢白皙柔美的小脚从宝毯子下露出来,晶莹可爱,秀美无双,更是满脸通红,手足无措起来。 该死,我怎么会对人家的侥心声一念啊?真是,真是有点变态了。 张超群自责不已,但一双眼睛,却是瞧着那四肢粉嫩玉卒把不出来,双腿情不自禁地走了上前,心头扑通乱跳,竟然蹲了下去,鬼使神差地握住吉小福的脚,触手触,冰冰凉凉,逆滑无比。 这一握,张超群蹬时心头燃起烈火一般,喉咙立时发干。 突然,吉小福身子动了一下,张超群吓了一跳,急忙缩回手,豁然站起,心跳急速地要跳出喉咙。 站在那里强压下去心头斜火,走上前,轻声叫道,祭师姐。 吉小福武功不弱,耳目甚灵,虽在沉睡之中,只要稍有响动便即惊觉,但张超群叫了数声。 他终是不行。张超群知道是王囊姑动了手脚,只得伸手轻摇他的肩头,摇了七八下,吉小福这才行转,惊问,是谁? 张超群低声道,是我,张超群。你那碗药给人下了毒,不能再喝了。 吉小福亥然道,怎会这样?这时,杨不悔迷迷糊糊道,妈妈,妈妈,我要吃蜜饯,我要吃。 吉小福做了个虚声的动作,指了指门口。 张超群会议,两人悄悄走了出去,一路向谷外行去,走出一里多路,方才停下。 张超群四顾看去,空旷无人,才道,祭师姐,刚才有人在你的药碗里下了毒,待会儿回去的时候,你就尽倒在小溪里,不要引起人的怀疑。 吉小福经道,究竟是什么人要害我?张师弟你可知道?张超群略意迟疑,道,其实我知道一些,但我说出来的话,有点匪夷所思,所以还是不说为好,反正我不会害祭师姐你便是。 又道,我听无忌说,祭师姐的病,还要再吃两天的药就能痊愈,所以,从现在起,如果不是我或者无忌亲手端给你的药,你千万不能喝。 嗯,祭师姐?祭师姐?张超群正说着,见他正正地瞧着自己发呆,更发现他眼中神情似是寒情默默,不由地惊奇。 吉小福脸上飞快地闪过一抹红韵,道,哦,我知道了,你说,以后我只吃你,和无忌送的药吗?是也不是。 刚才他瞧着张超群,却是浮现出阳霄的影子来,是已走了神,暗暗自责不已。 张超群见他脸上泛起羞意,惊疑不定,却是怎也想不到,他是把自己当作了阳霄,反而心中有些得意洋洋,想到,难道我有施奶杀手的前置? 迟疑了一阵,说道,祭师姐,你痊愈之后,有什么打算没有? 吉小福悠悠叹道,我是个不祥的女子,峨眉山是没脸回了,只能去乡下将不回养大,到时候再看师父他老人家是不是还肯让我重归门墙。 张超群见他神情悲苦,也知道,一个未婚女子要带着孩子生活,时事艰辛无比,别说在和封建的古代,就算放到现代去,走在路上也会被人戳几辆骨。 他虽然会武功,但总不能把说闲话的人都杀了吧。 见他月光之下,身形更显鲜瘦较小,说不出的楚楚可怜,想到过得不久,灭绝师太就会到来,将他一掌击毙,心中已是涌起护花之意。 他知道,灭绝老尼其实是非常喜欢吉小福的,甚至已经打算将来传一波给他,若非吉小福一意回护杨潇,死也不肯害杨潇。 灭绝老尼也不至于一怒之下一掌打死自己最心爱的弟子,既然自己横空出世,这件事就不能让他发生。 更何况,峨眉派由心地善良的吉小福当掌门人,可比其他人都要强得多了。 想到这里,张超群问道,祭师姐,不悔妹子的父亲是谁?能跟我说吗? 吉小福身子一颤,终于他还是问了,自己附了殷离亭,始终是对不起他们武当派,垂头道,张师弟,你别问了,我不会说的,总之,我对不起殷六侠,啊,不悔一个人,待会儿醒来不见了我,他该着急了。 张超群见他把腿变形,不去理会,自说自话道,我猜这个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一定要比殷师兄更有男子气概,而且,这人的身份,应该是名叫中人。 吉小福猛然停步,骇然瞧着张超群,两眼之中充满着不可思议的神色。 你,你为什么说是名叫的人? 吉小福颤声道。 张超群微笑道,我之所以猜这个人相貌英俊,是因为不悔妹子的长相,而且我们殷师哥,也算是眉清目秀,上城之姿,若是那人相貌平平,祭师姐怎会瞧得上? 我猜他是名叫中人,其实也是推断来的。 说着,瞧了师魂落魄的吉小福一眼,慢条思理地道,一,如果他是正派中人,或者哪怕是普通人,祭师姐又何必东躲西藏,不敢回峨眉? 直接禀明师父,嫁了他便是。 其二,祭师姐武功高强,寻常小毛贼,你哪会放在眼里? 你失身于他,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他用了下三滥的手段,你要将你迷倒,要么就是因为他武功太强,你根本打他不过,用迷药的小人,那是可以排除在外的,那么就是,这人武功太高。 武功高,又模样英俊,其实还不够,要武功非常高,要非常英俊,女人一见之下,连路都走不了,要不然,你也不会给不悔妹子取这名字了,不悔。 师身于他都不悔,则则,你受尽世人白眼,更要独自养大孩子,这样都不会,可见这人,祭师姐,已经呼之欲出了,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极小福面色如土,跌坐在地上,不言不语。 你不反对,我就继续说了,这个人抛弃弃子,对祭师姐不闻不管,任你独自去承担,要么他是薄姓之徒,要么他是身居高位,忙得顾不上,薄情寡义的男人。 祭师姐一定不会不悔,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了,非正派中人,美男子,身居高位。 听说明教的左右逍遥史,是天下间稍有的美男子,除了明教教主之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明教的杨教主早已死了,这种非常时期,明教乱成一锅粥,他自然是顾不上你们母子。 我猜得对吗?他本想直接说是杨潇,但做人还是不要太张扬,低调些比较好,事已又加了一句,那个人若不是范瑶,便是杨潇。 吉小福如遭雷击,一双晶莹美眸,瞧着张超群,不停地落泪。张超群叹息一声,道,看来我是猜对了,不悔妹子是姓杨还是姓范。 吉小福泪如泉涌,哭出声来,哽咽道,他,他,你不要逼我,我不想说。 张超群服然道,纪师姐,你以为我会对他不利吗? 我若要找他麻烦,便不来跟你说这些,直接去找灭绝师太了,我若是想为殷师哥讨回公道,武当七侠一起去,杨潇泛瑶二人,只怕不是对手吧。 吉小福哭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便是,他,他就是杨潇,你猜对了。 早就知道了。 张超群微微一笑,见他哭得梨花带雨,我见油帘,心肠一软,道,有句话,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 吉小福仰面瞧着他,目光闪烁。 张超群走上两步,在他身旁坐了,仰头瞧着星空,道,纪师姐,你与殷师哥有婚约,但我知道,你是伸给姓杨的,绝非你本意,后来你倾心于他,也是天意,既然是天意,你何不带着不回去找他。 吉小福郊区一阵,心道,这少年心思甚密,聪明绝顶,却仍是言语幼稚,毕竟还太年轻,道,张师弟一番好意,小福敏感于心。 但,但他是魔教的人,我是峨眉弟子,自古正邪不两立,我若去找他,师父他老人家,岂不是要被我这个不孝弟子活活气死? 师父带我恩仲如山,我岂能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欺他老人家? 张超群不以为然,哈哈一笑,道,幸福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纪师姐太在意他人怎么看你了,你若爱他,那些世俗的东西就无需去理会。 勇敢一些,将来的生活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极小福惊奇地瞧着他,心中犹豫不定,愁出了许久,他又何尝不想? 但是自己已经做错了事,已经对不起师父了,若是自己再这么做,就是背叛师门了。 千夫所指,想到师父,更是仿佛看到他大发脾气,怒发冲冠,恨得吐血,心中一领,摇头道,我不能,我不能只顾自己,害师父他恨我恼我。 张超群叹道,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不悔妹子想想吧,他现下年纪又小还不妨,等他再大些,你该怎么跟他说? 极小福突然靠了过来,捉住他手,神情中满是感激,道,张师弟,小福很感激你对我说这些,自从有了不悔,人人待我冷言冷语,就算表面上一团和气,被地里却是骂,不要脸的女人,没先有男人,就先有了娃,有的虽然不说,瞧着我时,也是一脸的惋惜怜悯,从未有人像你这样,是真正为了小福想,谢谢你。 张超群微笑道,不用谢的,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过,人活着就这么几十年,难道你要等到了老了走不动路了,才去找他吗? 极小福眼珠咕噜转动,显然是愁愁不定,张超群叹了口气,正欲站起,极小福道,你,你要走吗? 张超群微笑道,不走,你请我吃夜宵吗? 极小福微微一笑,双目闪亮,瞧着张超群双眼,低声道,我很累,可以借你的肩膀靠一下吗? 脸上闪过一丝红韵,眼中露出期待而疲惫的神情,张超群略意迟疑,从他双目之中,看出一个孤苦女子那种无依无靠的脆弱,一种茫然,仿佛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败小舟。 想要寻找安全的港湾停泊,张超群心中一软,点了点头。 清香随着夜风浮来,女人成熟的体香,宛如醇酒,香甜可口,令人醉熏,秀发如丝,被风吹起,撩动夜色。 张超群微微摇头,这可怜的女子,一生也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幸福,扬消那短暂的甜蜜,竟然使得她愿意付出生命去维护。 若是自己没有出现,数日之后,这美丽的蝴蝶骨,便是她的买骨之锁。 郊区微微颤动,张超群知道她在悄悄引气,心中连一大盛,身臂搂住她起伏的肩膀,柔声道,纪师姐,不用难过,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日后你师父那里,我去帮你说,别忘了。 我是武当派弟子,武当峨眉,渊源颇深,灭绝师太性子在裂,也得看我师父的面子。 再说,我的口才也算了得,定能助你重返峨眉,将来,我再助你得长所望,与杨潇共聚天伦。 吉小福终于再忍不住,浮进她怀中,大哭出声来,张超群美人在怀,脑中确实没有一丝邪念,轻轻抚摸着吉小福预备,思绪飞扬。 第零三六章,被吉小福匪理,我求你一件事情吗?吉小福收累低语。 张超群道,你说便是我能做到的,一定会帮你。 吉小福道,我刚才在想,你说得很对,不悔她是无辜的,她不能没有父亲,那会让人瞧不起的,我这个做妈妈的,给不了她什么。 说到这里,悠悠一叹,又道,我想求你,能不能帮我把不悔送到她父亲那里去呢? 张超群一正,道,怎么?你不打算一起去吗?你不想和杨潇相见吗? 你们一家三口重聚,这不好吗? 张超群连接发问,诧异不已,感情刚才自己劝慰了半天,都白费口舌了。 吉小福道,张师弟,你还小,你虽然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但是,有些是你不明白。 我,我还小。 张超群连连翻白眼,在上一世,自己已经三十了,比你还大好几岁里。 我已经做出这等不洁之事,对不起师父他老人家的期望,我若还要去和,和他相见,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安心的。 所以,我决定了,等伤好之后,我立即返回峨眉山,削发维尼,从此不再去想他了。 他若有心,好好把不悔抚养成人,我就无怨了。 总之,我虽然不后悔,但也绝迹不再见他了。 你,你能明白吗? 张超群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道,不,不明白,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明明是喜欢他的,为什么要不见? 你对不起你师父,但是你就对得起他了吗?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有什么是比这更残忍的? 你不懂的,你不懂。 吉小福靠在他怀中,喃喃低语,声音越来越微弱。 张超群不知,依然道,你就算不想见他,也应该把话说明了,不悔他,此刻是没有爹。 哎,我就算带他去找杨潇,他岂不是又没了妈吗? 你。 说个不停,忽然感觉到怀抱中的人越来越重,低头一看,吉小福双目合上,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竟是睡着了。 怎么说着,说着就睡了。 难道我的怀抱有安眠药的功效吗? 或许,是王南姑给他服食的药力发作了。 张超群想到,之前在茅舍之中,自己推他醒来时,推了七八下他才醒,这才恍然。 见他睡得酣畅,不忍唤醒他,叹了口气,想要轻轻抽开身子,哪知吉小福动了一栋,身子下滑,枕在他大腿上,继续沉睡,他睡倒不打紧。 但他却是一张樱桃小口,直对着超群歌那处,温暖的气息,娇美柔弱的俏脸,张超群呆了。 这算什么?这未免太暧昧了吧?张超群的心跳渐渐加快,咽了一口唾沫,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瞧着夜空,看也不敢看吉小福一下。 倒不是吉小福长相不美,也不是超群歌故意装圣人,实在是他不敢趁人之威。 古人说,君子不欺暗示,假若自己真做出什么举动来,首先怎么面对醒来后,吉小福的指责和愤怒?将来又怎么面对光明琢使杨潇? 若是被这位重量级的帅哥知道我跟他的女人有一腿的话,死字怎么写都不用去学了。 就算是杨大帅哥管不到自己,武当派那些个自命侠义的家伙们,还不得把自己活劈了呀。 就这么保持着这暧昧之极的姿势,超群歌可谓是辛苦到了极点,动又不敢动,那一口一口喷过来的气,无情地侵略着自己,那已经开始有点反应的火热。 啊,拜托了,你可别再蠢蠢欲动了,那可不是你该大展神威的地方。 天呐! 超群歌叫苦不迭,吉小福忽然往里靠了一点,这下,小超群更是无法安生了,高高挺起,起先还隔着两三个厘米的距离,线下,已经亲密无间了。 超群歌彻底无语了,为了不至于太过火,只得躺了下来,好让那不听话的小东西能安静下来, 哪只躺下来,脑中却是想到那日在山谷之中,龙儿那一夜如火的热情。 王囊姑啊王囊姑,这都是拜你所赐啊。 你好好的跟你老公怄气做什么?你好好的给他下药做什么? 这,这若是有人看到,跳到什么江里也洗不清了。 想到这个,张超群悚然一惊,傅佑坐起身来,轻轻拍着吉小福预备,换道,纪师姐,纪师姐。 吉小福迷迷呼呼中动了一下,恍如梦一般,声音模糊,道,抱,抱我,小福,小福冷。 张超群苦笑一声,这不是把自己当作阳霄了吧? 道,纪师姐你醒醒,你要睡就回去。 话未说完,一个冰冰凉凉的身子靠紧了过来,如蛇般的手臂已将自己腰抱住。 我冷,吉小福难难道,声如低吟,魅柔之至。 张超群怎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温馨命苦的女子还有这一面,不禁一正。 她整个身子已经贴了上来,将自己紧紧搂住,口中温热的呼吸直喷入她颈薄,痒痒麻麻。 仿佛是超群哥那根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身子,吉小福袖眉微醋,伸出玉手,竟要去拨弄开来。 不可,不能这样。 张超群脑子一轰,颤声叫了起来,但声音却是不知为何,低如文锐,轻轻挣扎,却是让身上的吉小福抱得更紧了,像是有人要夺取她心爱的玩具一般,红唇撅起,不满得很。 紧接着,那红润双唇开始探索起来,热烈地呼吸,硬喝着超群哥急促地喘息。 嗯,嘴被两片香唇堵住。 天哪,这算不算是我被她给飞里了。 张超群脑中混乱,那带着一丝良意的喷香珠唇,已是倾扣而来,没等她反应过来,一条软软的香舌已经舔上了她早已干涸得要冒烟的嘴唇。 啊,不用挣扎,不用抵抗,不用犹豫,张超群立时便微张嘴唇,接受了那香喷喷的侵略。 男人引诱女人,多半会有些难度,但女人引诱男人,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土投进水里,未必能填满,而水淹没土,却能将土变成泥。 而此刻,张超群这块土科拉,已经被几小幅这水给浸泡软了,那柔软香舌的甜吻,那火热烫人的呼吸,那紧贴于胸前的两团缠绵,令张超群彻底迷失。 一只手自然而然地,腹上丰满的臀伴,弹性十足的手感,令他很快便不满足于手掌紧能够到的位置,顺着这柔滑而丰盈的香臀,一直往内扫去。 薄如蝉翼的一山下,是一具由冰凉转变得火烫的动人娇躯,那紧贴在肉缝中的衣料上,沾满了滑溺的露水,随着那只强而有力的大手,女人张开了小口,动人心魄地喘息,像是一只兴奋剂,很快那只大手变得更加有力了,指尖锁处,湿滑黏腻。 原来他已然动情,正在请君入瓮啊。 啊!一声交提,吉小福玉面之上,红韵流转,小口微张,满面春意,那只大手的侵袭,令他恍若身在梦中,那一碗温柔缠绵,恍惚中再现而来。 嗯!交喘细细的吉小福摸索着顶住自己小腹的那根龙头棍,迫不及待地撕扯起那讨人厌的仇库,挤下蹂躏,张超群已如电流通过。 苏麻酸软,异样的快感从心底回旋而生,这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通常都是小爷插人,没想到今天反倒被女人给插了。 不过,这滋味似乎也不坏,不由地闭上双眼来。 刚想至此,裤子已被他扒去,他手脚并用,一直将自己裤子吞到脚踝之处,方才作罢。 一山西西苏苏之声传来,只觉高昂挺立的龙头棍之上,多了一只小小的手来,超群哥舒服地想要伸吟,却是不敢发出声来,生怕惊动了他,将他从梦中惊醒来。 那这一刻,销魂便再也不复存在了。 那只手熟练地套弄着,上下旋转着俯弄着,超群哥张大了口,暗暗撕着气,只觉自己并不是躺在草地上,而是身在云端一般,飘飘悠悠,来回晃荡。 忽然,下身一紧,一团肥软火烫的嫩肉已被紧紧覆盖住,啊,是嘴。 不,是那里。 天呐,这还没进行前奏吧,何必这么心急。 那湿热滑溜的花精中溢出粘逆液体来,将下身的尖挺,涂了一层又一层。 随着那急速的扭摆,只觉极小幅花精之中说不出的鱼润湿滑,除此之外,更有一些奇妙嫩物,紧裹着龙头棍软软软地划过,粘粘逆腻地纠缠不休,每一次触碰,龙冠之顶都仿如触电一般,销魂夺破。 横扭竖拱,左旋右转,滑逆沾湿的液体顺着花精流涌出来,极小幅双骨之间,早已湿得透了,空旷的草坪上,星月如银,男女娇和的银迷气味,风吹不散,久久飘荡在空中,情动之间,极小幅郊躯汗如雨下,衣衫裹在身上极不舒服, 竟是几下撕扯,将身上衣衫扯碎,偷眼瞧去,两团白晃晃的玉乳,挺朔圆滑,尖时高耸,随着身体的扭摆,来回地摇晃着,两点樱桃骨胀如枣。 张超群暗暗呻吟了一声,不是吧,要不要玩得这么狂野啊? 你撕坏了衣衫不打紧,待会儿完事之后,看你穿什么回去。 正子担忧,只见几小幅竖起身子来,坐于超群哥身上,肥臀狂扭,秀发早已散乱,雪白的身子上已是百里透红,情欲高涨。 我插?还真看不出来,刚才还哭哭啼啼,楚楚可怜的小女人,居然也有这么放荡的一面。 那屁股,扭得跟花似的,就不怕把小爷的命根子给扭断来? 忽然又想,难道杨潇也是吃不住他这么狂野? 所以避而不见吗?可能,大有可能啊。 顾不得多想,小爷,我号称床上小狼君,一夜七次狼,若是败在你妓女侠陛下,今后还怎么在江湖中立足? 一念即此,超群哥运出从玉女心经中领悟来的绝招,龙头棍子历时长大。 吉小福仿佛中了魔一般,啊! 一声放浪骄银,秀眉促起,似是抵受不住花精之中突然胀大的龙头棍,腰身竟是停止了扭转,超群哥还以为他要脚枪投降了。 哪知五秒钟之后,吉小福竟是又扭动了起来,这一回,更是叫得大声了,不停地叫着,啊!嗯!嗯嗯! 神情享受之极,他浪叫之声大吉,似是全然不顾会否被人听见发现,尽情地欢愉,尽情地扭摆,随着一声长长的呻吟,娇曲猛然一软,花精之中美将纵情甩洒,汗师全身的娇美身子浮倒在张超群身上。 超群哥只觉龙头棍之上一股热气袭来,被一股稠稠滑滑的东西浇了下来,瞬间便将整根龙头棍子暖暖地裹了起来。 这样就不行了?张超群知道他刚刚达到了高潮,此刻便像是死人一般,浮在自己身上,动弹不得。 他不动,他又怎敢继续,好端端的一根铁棒处在那依旧湿滑的幽幽花精之中,只觉那逆滑的爱叶顺着仅有的缝隙缓缓流出,将下身沾湿得狼藉一片。 这就完了。张超群刚刚被撩起邪火来,见他趴在身上不动了,微一抬头,便见到那雪白肥瘦的香臀,汗湿点点,月光映衬下,诱人之急,忍不住将下身一挺。 嗯。吉小福娇银一声,身子动了一动,突然,双眉一锁,似是要醒来一般,张超群倒吸一口凉气,立时停止了宣战。 紧接着,吉小福威争美眸,见了张超群,不觉一正,随即便发现自己竟然骑在他身上,两人都是浑身赤鹿,骇然尖叫起来。 身子一动,立刻发觉下面的不对劲,竟是有一根棒子完完全全的身陷体内。 你!你!你!吉小福只觉五雷轰顶,耳机嗡鸣。你,你怎么能?眼泪瞬间涌出,颤抖着挣扎爬了下来,这一动,立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闷哼一声,紧咬着下唇。 不是,不是这样,其实是你。张超群自觉失言,怎能说出这种话来。 但若不说,自己就真的比豆鹅还冤了,强自镇定心神。 张超群道,纪师姐,究竟你吃了什么了? 刚才我说要回去,你,你就睡过去了,我又不敢乱动,生怕惊醒了你,哪知没过多久,你突然就把我按在地上,我,我的衣裳是你,你的衣裳是你自己。 吉小福一边流泪,一边听他说,听到这里,眼中露出迷乱神情来,方才自己,好像是做了个梦,一个修人的梦,梦中自己与羊狼做那种事,谁知一睁开眼来,居然自己将张超群扑在地上,难道,难道真的是自己,把别人那个了? 吉小福脑中一片混乱,怎么会这样?越是回响,方才发生之事越是清晰。 吉小福面色惨白,呆了好一阵,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来,急忙从地上抓起衣衫,哪知衣衫尽被撕碎,休急之下,看也不敢看他一眼,眼泪夺眶而出,颤声道,怎么办?这该怎么回去? 二人一番翻云覆雨,天边净是现出一丝细细的光线来,两个人都是衣衫不整,天若亮了,怎么见人?张超群干咳一声,戚戚爱爱地道, 祭师姐,事到如今,咱们还是不要多想了,就当是做了一场梦吧,你,你先穿我的衣衫回去,我的,我的还算是完整,你赶紧穿上回去,大家还没起来,你回去之后就赶紧换上自己的衣裳,再,再给我带一套来,我,我,我便在那个草垛里边藏着等你。 见吉小福一阵迟疑,急道,你还想什么?还想等天亮了,看到我们这样子吗?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 说着,将身上的衣裳脱下,上前去给呆滞着的吉小福披上,那美好的躯体被衣衫遮住,顿感失望。 吉小福双目红肿,嘴唇被银牙咬破,神情极其复杂地瞧了张超群一眼,将他衣衫穿好,站了起来,向毛舍那边急速行去。 张超群叹了口气,摇头一阵苦笑,将地上被撕碎的衣衫捅捅地捡起,揉作一团,向那草垛走去。 第037章,二女相争之以天见。 等了许久,也没见吉小福来,渐渐不耐烦起来,这草垛子里面闷得紧,花白花白的大蚊子三两只陪着作伴,毫不客气地咬了两口,然后悲惨地死在超群歌的如来神掌之下。 刚才的一番荒唐,超群歌直到此刻还回味无穷,吉小福竟然还有着这么疯,骚的一面,倒也齐了,看来人都是有两种甚至更多种的不同性格的,老老实实,温顺柔弱的吉女侠,给张超群的印象就是个美丽的贤妻良母型,谁知原来是闷,骚型的。 又想到,那个狐青牛不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子吗? 人前一副见死不救的拽拽模样,时长的两只牛眼一翻,大鼻孔朝天,重重地哼一声,仿佛谁也不放在他眼里,在自己的老婆面前却是个乖乖的宝宝,典型地为妻如虎。 胡思乱想了一阵,张超群光着膀子,下身只有一条底裤是完整的,在草舵里闷得要命,却始终不见吉小福来江湖救急,直到快到中午的时候,才从草舵缝隙中看到吉小福远远的急奔而来,可是,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怀中还抱着杨不悔,身后还跟着张无忌。 我,我晕,你来就来,你还拖家带口,来捉奸吗?张超群见他神色黄疾,不由地一惊,跑到近处时,发现不仅是他惊慌失措,杨不悔更是在妈妈的怀中哭泣,张无忌虽是要好了很多,但一张脸上却是煞白。 张超群心中一震,暗道,发生了什么事了?很快便有了答案,只见更远处,两条身影如鬼似媚,以更快的速度奔来,竟然是金花婆婆和阿黎? 张超群心乱如麻,见戴起司仍是这般打扮,想到那日在客栈之中与他的缠绵,心中砰砰直跳。 转眼间,吉小福三人已从草垛前掠过。 喂,我的衣裳? 喂,怎么不管我了? 吉小福刚刚奔出,距离草垛不足二十米,金花婆婆已如风而至,转瞬间超过他们,拦住去路,拐杖重重在地上一顿。 吉小福面色惨然,颤声道,婆婆,你不可难为小孩家。 戴起司冷笑一声,道,那些废物都逃了,你为什么没逃? 我老太婆的事,也用得找你来多嘴多舌。 走过来让我瞧瞧,你的毒怎么解的。 吉小福神情复杂,瞧了瞧身边的张无忌,将不悔放下,低声道,无忌,我来挡他,你带着不悔跑。 起了戴起司尔利极好,竟是听见了他说话,哈哈笑了两声,又重重地咳了几下,道,想跑吗? 你跑得过我老太婆? 躲在草垛中的张超群,见戴起司眼中杀鸡引线,暗叫不妙,郑玉就这么冲出去,忽听了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 小福,怎的如此不争气? 走过去便走过去。 张超群吃了一惊,灯石响起,这个时候,应是灭绝师太到了。 果然,吉小福又惊又喜,回身叫道,师父。 但背后并无人影,宁神一瞧,才见远处有个身穿挥布袍的尼姑缓缓走来,正是峨眉派掌门,他师父灭绝师太。 他身后还随着两名弟子,一是师子丁敏君,一是师妹贝锦仪。 张超群顿感好奇,不知这金大师笔下的灭绝师太是怎生一副模样。 反正灭绝老尼姑来了,倒也不必急着出去了。 戴琪斯见他相隔如此之远,颜面都还瞧不清楚,但说话声传到个人耳中便如是近在咫尺一般,足见内力之身后,心中暗铃。 灭绝师太盛名远播,武林中无人不知,只是他极少下山,见过他一面的人可着实不多。 带着他走进来,只见他约莫四十岁年纪,高挺鼻梁,面上清秀,淡扫峨眉,容貌竟是不下于极小福,往那一站,居然能和极小福比个高下。 张超群不禁瞠目结舌,暗暗道,这电视电影也太误导观众了,哪个版本都是请了一些真正四十多岁的丑陋演员来演他,勿要突出灭绝师太的孤僻古怪,性格极刚,对人冷酷的种种,也是,若是挑一个形容美貌的演员,观众又大多会去注意他的模样,而不是其他,但超群哥却是想不到,现实中的灭绝师太不但如此美貌, 那种成熟女人的气质,更是那些青涩小姑娘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极小福迎上去跪下磕头,低声道,师父,你老人家好。 灭绝师太道,还没给你气死,总算还好。 极小福跪着不敢起来。 灭绝师太又道,这位婆婆叫你过去给她瞧瞧,为什么不过去? 极小福应了一声,站起身来,大步走到戴起司面前,朗声道, 金花婆婆,我师父来了,你的强胸霸道,都给我收了起来吧。 戴起司咳嗽两声,向灭绝师太瞪式两眼,点了点头,说道, 嗯,你是峨眉派的掌门,我打了你的弟子,你带怎样? 灭绝师太冷冷地道,打得很好啊。 你爱打,便再打,打死了也不关我事。 极小福心如刀割,叫道,师父。 两行热泪流了下来。 他知师父向来最是互短,弟子们得罪了人,明明理亏,他也要强词夺理地维护到底,这时却说出这几句话来,那显示不当他弟子看待了。 戴起司道,我跟峨眉派无冤无仇,打过一次,也就够了。 阿黎,咱们走吧。 说着慢慢转过身去。 丁敏君不知金花婆婆是何来历,见他老太隆忠,病骨之离,居然对师父如此无礼,心下大怒,纵身急上,拦在他的身前,喝道,你也不向我师父赔罪,便这么想走吗? 说着右手拔剑,离翘一半,做威吓之状。 张超群在草垛中瞧的遗政,暗暗着急,生怕他惹得戴起司发怒,一掌便打死他了。 上次自己也算的是趁人之威了,破妙之中的那番遗迷,虽然在他心中,丁敏君远远是不及小龙女重要,但毕竟有过肌肤之亲,见他居然敢和戴起司较劲,不由地担忧。 戴起司突然身形一动,伸出两根手指,在他剑翘外轻轻一捏,随即放开。 笑道,破铜烂铁,也拿来吓人吗?丁敏君怒火更赤,便要拔剑出翘。 那只一拔之下,这剑竟是拔不出来。 阿黎笑道,破铜烂铁,生了秀了。 丁敏君在意使劲,仍是拔不出来。 才知他是采在剑翘外,这么似乎漫不在意的一年,以前运内里,将剑翘捏得向内凹入,将剑锋牢牢咬住。 丁敏君要拔是拔不出,就此作罢,却又心有不甘,仗红了脸,神情极是狼狈。 灭绝事态缓不上前,三根指头协助剑柄,轻轻一抖,剑翘灯时裂为两片,剑锋脱鞘而出,说道,这把剑算不得是什么力气保刃,却也还不是破铜烂铁。 金花婆婆,你不在灵蛇岛上耐服,却到中原来生什么事。 戴琪斯见到他三根手指抖剑裂翘的手法,心中一领,按道,这贼民名声极大,果然是有点真实功夫。 笑咪咪地道,我老公死了,独个儿在岛上闷得无聊,因此出来到处走走,瞧瞧有没合意的和尚道士,找一个回去作伴。 他特意说和尚道士自是击刺对方身为尼姑,却也四处乱走。 张超群在草舵中听得有趣,按道,韩千叶死了,你不来找我,找什么,和尚道士了? 灭绝事态常见挟起,低沉嗓门道,亮兵认罢。 丁敏君、吉小福等从师以来,从未见过师父和人动手,尤其吉小福知道金花婆婆的武功怪异莫测,更是关切。 戴起司淡淡一笑,说道,当年峨眉派郭湘郭女侠剑法名动天下,自然是极高的,但不知传到徒子孙手中,还剩下几成。 灭绝事态孙然道,就算只剩下一成,也足以扫荡邪魔外道。 张超群乔的欢喜,这是要开打了,自己在青牛山谷底虽然学一两年,却从未与人交过手,和龙儿对打拆招,那自然是不算的。 这灭绝事态武功极高,戴起司昔日,更是名叫四大法王,排在最前的紫山龙王,书中说,这两人武功在伯仲之间,那就是很有看透了,心中期待之极,屏息静观。 戴起司双眼凝视对方手中长剑的剑尖,一顺也不顺,突然之间,举起手中拐杖,往剑身上几点。 灭绝事态常剑抖动,往他肩头刺去。 戴起司咳嗽声中,举杖横扫。 灭绝事态伸随剑走,如电光般游到了对手身后,脚步未定,剑招先到。 金花婆婆却不回身,倒转拐杖,反手往他剑刃上砸去。 两人三四招一过,心下均已按赞对方了得。 猛听得当的一声响,灭绝事态手中的长剑已断为两劫, 原来剑杖相交,常见被拐杖震断。 旁观个人除了阿里外,都吃了一惊。 看金花婆婆手中的拐杖,辉煌有黑,毫不起眼,似乎非金非铁, 居然能砸断利剑,那自是凭借他身后充沛的内力了。 但金花婆婆和灭绝事态是才冰刃相交, 却知常见所以断绝,乃是靠着那拐杖的冰刃之力,并非自己功力上剩了。 他这拐杖乃灵蛇岛旁海底的特产, 叫做珊瑚金,是数种特异金属混合了珊瑚, 在深海中历千万年而化成, 削铁如切豆腐,打实如敲棉花, 不论多么锋利的冰刃, 欲之力辙。 金花婆婆当下也不进破, 只是主张于地, 俯兄咳嗽。 吉小福、丁敏君、贝锦怡三名峨眉弟子生怕师傅已受了伤, 一起抢到灭绝师太身旁照应。 他们这一番打斗, 直瞧得张超群目眩神迷, 这两人不但招数惊奇, 而且内功都是精湛之极, 招数且先不论, 古墓派的武功比他们的招数都要高明一筹, 但他们的内力却是远远超过自己, 不止一点半点。 龙儿也说, 武功招式若是精湛, 与内力相弱的对手相比, 自然要胜出一筹, 但若对方内力比自己强, 招式再精湛, 也难以取胜。 看来自己学一两年, 还达不到灭绝师太和戴奇斯那个级别啊。 他却不知, 这两位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灭绝师太内功身后, 比宋远桥还略胜一筹, 他要跟这个级数的比, 当然是自找没趣。 正自愿自意间, 灭绝师太抛去半截断剑, 说道, 这是我徒儿的兵刃, 原不足以当高人的一击。 说着解开杯囊, 取出一柄四尺来长的骨剑来。 戴奇斯一瞥眼尖, 但见剑鞘上隐隐发出一层清气, 剑未出鞘, 一颗想见其不凡, 只见剑鞘上金丝香着的两个字, 以天他大吃一惊, 脱口而出, 以天剑。 第零三八章, 这算不算母子练? 戴奇斯精道,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号令天下, 莫敢不从。 以天不出, 谁与争锋? 原来以天剑落在峨眉派手中。 灭绝师太点头道, 不错, 是以天剑。 接招吧。 他手握剑柄, 竟不除下剑鞘, 连剑带鞘, 便向金花婆婆胸口点来。 金花婆婆拐杖一封, 灭绝师太手腕微颤, 剑鞘已碰上拐杖。 但听得吃得一声轻响, 犹如撕裂后指, 金花婆婆那根海外神物, 冰中至宝珊瑚金拐杖, 以字断为两劫。 金花婆婆心头大震, 暗想, 以天剑刃未出霞, 已然如此厉害, 当真名不虚传。 向着宝剑凝尸半赏, 说道, 灭绝师太, 请你给我瞧一瞧剑锋的模样。 灭绝师太摇头不云, 冷冷地道, 此剑出霞后, 不引人血, 不便还翘。 金花婆婆冷笑一声, 道, 我老婆子的血, 以天剑引得了吗? 自从改头换面, 扮作金花婆婆, 戴奇斯便不再使用波斯明教的武功, 今日剑道以天剑, 说不得, 用上一用又如何, 至多将这些人一股脑地杀掉便是。 灭绝师太刚才挥剑一击, 虽然削断了对方拐杖, 但出剑时还附着他修炼三十年的峨眉九阳宫这股神功撞到金花婆婆身上, 却似落入汪洋大海一般, 竟然无影无踪, 只带动一下他的衣衫, 却没使他倒退一步。 这时思枝, 犹是心下凛然。 又觉他内力修为故身, 而屡立健忘, 宛若壮年, 绝不似一个隆中之理的年老婆婆, 何以得能如此, 时事难以所解。 眼下更见他, 明知自己拥有武林至宝神兵以天剑, 还敢进行挑战, 心中凛然, 口中却是万不肯服输的, 双眉一扬, 朗声道, 既是如此, 你便试试我的以天剑吧。 灭绝师太正要拔剑, 只听有人高声大叫, 别打别打。 有话慢慢说, 忽然不远之处, 草垛崩开, 草叶纷飞, 从里面钻出一个赤鹿上身, 只穿着一条短裤的年轻男子, 不由一正, 这人躲在草垛里, 看来已经很久了, 以自己的内力修为, 竟未能探查到, 这个少年难道内功的造诣, 竟有这么深吗? 更见他身材修长, 浑身上下肌肉秃骨, 身材健美之极, 充满男性的阳刚之美, 不由地暗暗赞叹。 张超群俯一出现, 阿黎立刻叫了起来, 欢喜道, 超群哥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和婆婆好担心你啊。 这两年你去了哪里了? 灭绝师太与金花婆婆, 本就半斤八两, 听那小女孩之言, 这奇异少年原来是和金花婆婆一路的, 不由地萌生退役, 但就这么退缩, 未免剁了峨眉派名头, 心中惆怅。 晚辈武当派张真人弟子张超群, 拜见师太。 虽然光留着上身, 他倒也脸皮甚厚, 居然形弱无事。 灭绝师太四十多岁了, 虽觉荒唐, 却也只是微醋眉头, 贝锦怡却是忍不住轻声嘀咕, 这人衣不遮体, 也不知道躲在那里做什么了, 武当派的弟子怎会这么荒唐, 多半是假冒的, 丁师妹, 你说呢? 侧头只见丁敏君紧盯着那光身少年身上发呆, 似乎是若有所思, 不由诧异。 你是张真人的弟子? 灭绝师太皱眉问道, 刚才这少年说是张三丰的弟子, 而不是说武当七侠中某一位的弟子, 张三丰已有多年没收徒了, 即便武当收徒, 也是摆在武当七侠门下, 此事武林中人都是知道的, 灭绝师太第一感觉就是这人在撒谎。 正是, 师太武艺高强, 刚才晚辈适逢其会, 见师太剑术抄群, 令人心摇神弛, 当事之中, 除家事外, 当以师太剑法最高。 反正马屁不要本钱, 见人变拍, 总不吃亏, 果然灭绝师太面露微笑, 心下颇为欢喜。 少侠既是武当派弟子, 为何躲在草垛之中, 还, 还衣不遮体这么狼狈? 不带他答话, 回头道, 敏君, 锦衣, 你们可曾带有师弟们的衣裳。 贝锦衣微微一惊, 师父向来带人不苟言笑, 怎么今日第一次见到这个, 这个灯图浪子, 就这般后代。 刚才贝锦衣见他向身旁的丁敏君, 偷偷瞧了一眼, 直到他见丁师妹生的美貌, 有什么不轨的念头, 殊不知, 他的丁师妹两年前就已经跟面前, 这位灯图浪子有过一腿了。 回禀师父, 我们没有带。 这不是废话吗? 峨眉弟子, 怎会随身携带男人的衣装? 极小幅面上一红, 从包囊中取出一件青衣, 低垂着头, 送到张超群面前, 戏声道, 你, 你穿这件吧。 张超群朗声一笑, 道了声谢, 接了过来穿上。 灭绝师太监他那完美的身躯, 被衣衫所遮, 不由地心中一荡, 怅然所失。 随即暗领自责, 自己这是怎么了? 张超群一出来, 一场打斗萧米无形, 心中不禁暗暗得意, 更是看到, 在场这七个女子之中, 自己竟已推倒三个, 还有两个, 恐怕将来长大了, 也是逃不出自己的后宫计划, 更是春风满面。 衣衫刚穿霸, 戴起司忽然一言不发, 转过身, 拉起阿黎便行。 阿黎回头叫道, 超群哥哥, 超群哥哥。 张超群见他要走, 不禁一急, 道, 婆婆, 你, 你要走了吗? 戴起司指不到, 你还叫我婆婆, 好得很, 好得很。 与阿黎飘然而去。 张超群怅然若失, 仿佛心中少了什么似的, 那日之情宛如昨日, 但他忌惮波斯鸣叫, 始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不过随即又是心中俱颤, 刚才戴起司说那话, 你还叫我婆婆? 这又是什么意思了? 难道说, 我应该叫他, 叫他戴起司吗, 还是更亲那些的称呼? 张超群这一想, 心头欣喜如狂, 便欲把腿追去, 忽听灭绝师太叫了一声。 张少侠, 你和金花婆婆认得吗? 张超群无奈回头, 笑道, 有过一面之缘, 婆婆他人很好, 两年之前帮我报仇, 杀了不少蒙古鸭子。 灭绝师太点头赞道, 没想到他好似孤僻古怪, 原来是我被中人, 方才好险。 张少侠, 我还有些事物要处理, 咱们后会有期。 灭绝师太眼稍瞅了吉小福一眼, 冷冷地道, 小福, 你跟我过来。 吉小福娇躯一阵, 不敢违逆, 眼睛直往张超群瞟去, 却见他瞧着刚才金花婆婆离开的方向, 痴痴呆呆, 不由气聚, 走向灭绝师太。 杨不悔叫道, 妈妈, 也要跟了去。 吉小福眼眶一红, 他知道师父此次亲自下山, 乃是前来清理门户的, 自己平素虽蒙他宠爱, 但他生性严峻, 实不知要如何处分自己, 对女儿道, 你跟无忌哥哥玩, 别过来。 张超群耳中听他声音, 仿佛如梦方醒, 见灭绝师太要带走吉小福, 哪会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但这是别人自家之事, 贸然跟了去, 徒惹麻烦, 见他们师徒四人向远处行去, 回头向张无忌道, 无忌, 你带着不悔妹子, 去找胡先生玩耍, 不要过来。 张无忌速来对这位小师叔尊敬有加, 此时却是迟疑, 道, 胡先生他, 他已经死了。 张超群心中一震, 只是昨夜加上今天大半个上午而已, 胡青牛竟然就已经被带起厮杀了。 细问之下方知, 原来金晨金花婆婆便来了, 将胡青牛夫妇杀死, 那些所谓的正派中人, 不敢跟金花婆婆动手, 一哄而散, 金花婆婆见张无忌眉清目秀, 便想带去灵蛇岛给阿黎作伴, 哪知一问之下, 张无忌竟是武当张翠山的儿子, 便逼问他金毛狮王谢迅的下落, 张无忌人虽小, 却是硬气得很, 不肯透露, 金花婆婆在要逼问时, 吉小福感到带了张无忌逃了过来, 便发生了刚才之事。 张超群唏嘘不已, 没想到自己的到来, 终究是没能改变这一代神医的宿命, 忽然想到吉小福, 他本已可怜, 生了一个如此可爱的女儿, 若是未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便被灭绝老妮杀了, 实在是天理不容。 抬头一瞧, 灭绝师太等四人早已走得远远的, 急忙吩咐了张无忌几句, 跟了上去。 他想, 丁敏君自己也被自己阴差阳错给圈圈叉叉了, 应是不至于在灭绝面前说三道四了, 但这次灭绝老妮亲自出山, 他又是从何处得知吉小福之事。 张超群忐忑不安地跟了过去, 生怕被灭绝师太发现, 远远地蹲下身子。 他修习玉女心经已有两年火候, 虽然不至独步天下, 傲视群雄, 但耳力却是变得灵敏之极, 加上他本身就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 比常人的听觉要强出数倍, 是已虽然距离得远, 但依然听得到。 此时蝴蝶谷中起了风, 声音断断续续飘来, 只闻吉小福说道, 弟子千方百计, 躲避于他, 可是始终摆脱不掉, 终于为他所勤。 哎, 弟子不幸, 遇上了这个前生的冤孽。 说到这里, 声音越来越低, 张超群再也听不到了。 又过了一会儿, 风声箭止, 只听灭绝师太叹了口气, 道, 可怜的孩子。 哎, 这事缘也不是你的过错。 那你自己有什么打算? 吉小福哽咽道, 弟子, 尤家言作主, 本以许配与武当音六爷为事, 即使遭此变故, 只求师父恩准弟子出家, 削发为泥。 灭绝师太摇头道, 那也不好。 嗯, 那个害了你的坏蛋男子, 叫什么名字? 张超群心叫糟糕, 这个可不能说, 一说便糟, 他在这远远的地方干着急, 那边吉小福却是道, 他姓杨, 单名一个肖字。 灭绝师太登时浑身一震, 师生叫道, 你说他叫杨肖? 便是魔教的大魔头, 自称什么光明左使者的杨肖吗? 吉小福亥然道, 是, 他说他叫杨肖, 是名教的人。 灭绝师太满脸怒容, 说道, 什么名教? 那是伤天害理, 无恶不作的魔教。 他, 他躲在哪里? 是在昆仑山的光明顶吗? 我这就找他去。 吉小福道, 他说, 他们名教。 灭绝师太喝道, 魔教。 吉小福愈发惶恐, 道, 是。 他说, 他们魔教的总坛, 本来是在光明顶, 但近年来他教中内部不合, 他不便再住在光明顶, 以免给人说他想当教主, 因此改在昆仑山的坐望风中隐居, 不过只跟弟子一人说之, 江湖上谁也不知。 师父既然问起, 弟子不敢不答。 师父, 这人, 这人是本派的仇人吗? 灭绝师太咬牙切齿道, 仇身四海。 你大师伯孤弘子, 便是给这个大魔头杨潇活活气死的。 张超群叹了口气, 心道, 俗话说兄大无脑, 果然是这样啊, 干嘛非要说出是杨潇? 随便说个名字, 张三李四不行吗? 明明知道, 名教是这些正派中人的大敌, 这下可好, 居然还是按照金大师的援助走了。 这时, 风声又静, 将远处的声音全都盖过, 张超群暗暗着急, 见他们说了一会儿, 突然吉小福站立起来, 跟着灭绝师太像更远处行去。 张超群不敢再掩藏行迹, 豁然站起, 向灭绝师太和吉小福他们奔去。 丁敏君和贝锦仪二女, 见他突然出现, 吃惊不已, 那丁敏君更是猝起眉头苦苦思索, 直到张超群身形略过, 看见他背影时, 突然焦躯一阵, 面色大变, 喃喃道, 是他, 真的是他。 贝锦仪奇道, 什么是他? 师妹你认识他吗? 丁敏君一正, 道, 不, 我不认识, 他是武当派弟子, 我怎会认识? 贝锦仪半信半疑, 瞧了瞧张超群的背影, 又瞧了瞧花容煞白的丁敏君, 沉吟起来。 灭绝师太将吉小福带到僻静之地, 张超群远远望见灭绝师太说了什么, 吉小福低头沉思, 终于摇了摇头, 神太坚决, 显示不肯遵奉师父之命, 只见灭绝师太举起右掌, 便要击落, 但手掌停在半空, 却不落下, 又问了一句。 吉小福双膝跪地, 又摇了摇头, 灭绝师太长叹一声, 正要下手, 只听身后传来一昧飘飘之声, 眉头一皱, 掌力凝而不发, 回头瞧去, 见是张超群, 面色已是不悦。 掌下留人, 掌下留人。 张超群一阵急奔, 速度倒也飞快。 吉小福见他赶到, 本已闭目待死, 此时看到一线希望, 焦躯灯时, 松马软瘫下去。 灭绝师太俯然不悦, 道, 张少侠, 我敬你是武当弟子, 待你客气, 你怎么不识好歹, 是仗着张三丰的势头, 要来干涉我峨眉派的家世吗? 张超群见自己到来得宜, 松了口气, 连连摆手道, 师太, 非也非也, 晚辈哪里敢干涉贵派之事? 其实我是, 我是。 一时之间, 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灭绝师太哼了一声, 道, 既然如此, 请张少侠离去。 张超群哪里会走? 眼珠一转, 道, 是, 是, 我这便离开。 向吉小福道, 纪师姐, 师太让我们离开, 你还不跟我走? 灭绝师太勃然大怒, 贺道, 你在这里胡搅蛮缠什么? 小福是我峨眉弟子, 又不是你武当派的人, 你凭什么叫他走? 张超群微笑一声, 道, 师太, 既师姐和我殷师哥有婚约在身, 俗话说,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他不跟我回武当, 却又去哪里? 灭绝师太, 本是怒急, 听他这一言, 等时想到, 若阴黎婷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子, 被杨潇, 这大魔头玷污了, 定然伤心欲绝, 不由得心肠意软, 悠悠叹息, 说起来, 继小福嫁给武当音六侠一事, 他是极为赞成的, 那个音离婷, 温文尔雅, 知书达理, 又是张三丰的弟子, 武功高强, 人品外形, 军事上上之选, 如此天作之和, 居然被杨潇那大魔头硬生生地破坏了, 尾时可恨, 不过怎么说, 都是峨眉赴了武当, 灭绝师太心中欠疚, 语气转合, 道, 张少侠, 请你回去转告音六侠, 就说, 就说我灭绝师太对他不起, 请他另择良配。 张超群笑道, 师太的意思是, 纪师姐不能嫁给我音师哥吗? 灭绝师太点头道, 女子师真, 岂能再嫁? 张超群道, 此事晚辈也略知一二, 并不难全怪纪师姐一人, 要怪就怪杨潇卑劣无耻, 使出下流手段, 迫使纪师姐就范, 纪师姐也是受害者, 师太你刚才也说, 纪师姐是峨眉的弟子, 既然是自己人, 有什么不能原谅的? 灭绝师太奇道, 原来你也知道这事。 转头向悲痛哭泣的吉小福瞧了一眼, 不由地生了恻隐之心。 吉小福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剑法很辣, 性子刚烈, 与自己颇为相似, 灭绝师太早以内定他为峨眉的接班人, 只是刚才自己要他又引杨潇出来, 杀了这大魔头, 他竟不肯, 言辞间颇有维护之意, 灭绝师太怒急, 若非张超群突然到来, 只怕自己以一掌避了他了。 张超群又道, 晚辈常听家师说起师太你, 他老人家说, 武林之中, 我们武当和峨眉派渊源最深, 他老人家幼年时, 便很是钦佩贵派的师祖郭香郭女侠, 又说, 当今武林之中, 能够找出一个好像师太你这样极恶如仇, 刚正不阿的女中豪杰是极难之事。 灭绝师太心中一动, 虽然知道这位武当的弟子口中抹了蜜, 说出来的话往往不尽不识, 但却也不禁心怀大畅, 张三丰在武林中的地位是泰山北斗, 就连少林派的人也大多比他辈分低, 能得他金口一赞, 时事珍贵。 开口笑道, 你这孩子, 只知道哄人开心, 怪不得张真人, 竟然收了你做弟子, 只怕也是你甜言蜜语哄来的吧? 张超群正色道, 不, 不, 师太, 这确实是晚辈亲耳听来的, 当时大师兄和七师兄也都在场, 师太若是不信, 仅可以去问他们。 怎么问? 难道他会巴巴地跑去武当山问? 喂, 宋远桥, 陌生谷, 你们在某年某月某日, 是不是听你们的师父张真人说起我了? 他夸了我什么? 你们说来我听听。 其实灭绝师太, 也不难对付嘛, 人人爱听马屁, 这灭绝师太, 虽然每天二十四个小时都板着一张脸, 但却喜欢听人夸奖, 爱, 不管武功多高, 其实还是普通人一个, 只要顺着他的脾气, 对付他, 跟玩似的, 嗯, 我怎会去问他们, 你刚才的意思是, 要带吉小福回武当派吗? 张超群一正, 刚才只是随口说说, 难道还真的带去啊? 吉小福忽然道, 师父, 小福哪也不去, 情愿回峨眉削发维尼, 从此顿入空门, 再不理会其他事。 灭绝师太摇头叹息道, 你若不肯听我的话, 去引阳枭出来, 说明你仍然对他怀有情念, 便是削发维尼, 又有何用? 张超群心中暗暗点头, 吉小福哭道, 师父, 我始终是下不了手, 请你一掌打死我吧。 反正小福在这个世上, 已经受尽人的唾骂和羞辱, 生死早已看透, 既然师父不肯让我回峨眉, 不如给我一掌, 也好让这世上少一个苦命之人。 灭绝师太刚才却是起了杀机, 但被张超群一搅和, 却又下不去手了, 正在犹豫时, 张超群忽然放声大哭, 道, 祭师姐, 你从小被师太含辛茹苦地养大, 他老人家养大你教你武功, 可也不容易啊, 师太他面刚心软, 这么慈祥的人, 又怎么舍得把自己最心爱的弟子杀了呢? 你自己死了不打紧, 这样一来, 岂不是害了师太他背负了杀徒的恶名吗? 家师夸赞他老人家名辨是非, 小弟历历在耳, 你可不能啊! 呜呜, 灭绝师太见他哭得声音大急, 偏偏眼中一滴眼泪都欠缝, 又好气又好笑, 哪会不知道他那花花肠子, 那张脸说什么也板不下去了, 人笑道, 好了, 好了, 都别装模作样了, 我虽然老了, 但却不糊涂, 你们两个在我面前唱戏吗? 张超群一愣, 嘿嘿一笑, 脸上, 灯石比鲜花还灿烂, 嘻嘻笑道, 师太可错了, 师太根本就不老, 不单是不老, 看上去还非常年轻美丽, 一围, 说起来, 师太, 我觉得你跟继师姐他长得挺像姐妹的, 乍一看, 还真分不出来谁大些, 灭绝师太, 素来不苟言笑, 对任何人都不加词色, 今日拿着张超群, 却是没了脾气, 算起来, 多少年也没笑过一回, 今日, 却是笑的次数加起来, 却是比过去几年还多, 心中对着机灵讨人喜欢的少年喜爱之极, 收徒之念顿起, 却又想到, 他是张三丰的亲传弟子, 若真按辈分来算, 可算得上是, 自己同辈了, 又怎会改投峨眉? 遂打消了这个念头, 脑中竟又是盘算着, 将峨眉哪个女弟子许配给他, 也好叫他时常来峨眉, 跟自己说说话。 这样吧, 看在张少侠给小福你说情的份上, 我答应你, 回到峨眉之后, 薛发维尼, 但却要面壁思过三年, 你这些年, 武功荒废了不少, 很多师妹们都快赶上你了, 你在后山给我乖乖地钻研峨眉九阳功, 我峨眉派的掌门, 必须要武功高强, 不然日后如何服众? 小福你听见了没有? 吉小福惊喜焦急, 师父不但饶了自己性命, 还要把峨眉派掌门的位子 交给自己, 这, 这是在做梦吗? 呆了许久不计的回应, 灭绝师太心情不错, 笑道, 瞧你这样子, 欢喜地呆了吗? 吉小福急忙再次拜倒, 重重地给灭绝师太磕了三个想头, 哭道, 多谢师父不杀之恩。 灭绝师太却不理会他, 反倒是走到张超群身旁, 拉着他手, 温言道, 张少侠, 你若闲来无事, 不妨去峨眉山玩耍, 峨眉山虽然不及武当山雄伟, 但也清零秀美, 景致处处。 眼中期盼之意尽显, 诚意阴阴。 吉小福从未见过师父带人如此和善, 不由的错愕。 张超群被他握住手掌, 只觉他手掌宽大绵软, 更是闻到他身上传来一股淡雅的香气, 一时间, 脑中迷迷糊糊, 分不出那是香粉还是提香, 四十多岁的灭绝老倪, 看上去跟三十多岁的女人一般, 那股成熟的风韵, 让人忍不住心痒难熬, 心中以念陡声, 脸上历时通红。 灭绝师太贱了, 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朗声笑道, 张少侠你怎么还脸红了? 被我老人家牵着手, 你这鬼精灵的脑子难道还想些什么不成? 张超群愈发尴尬, 忙道, 没有, 没有, 我, 我。 他我了半天, 脸上更是红透, 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见他这般局促的模样, 灭绝师太心中不由地荡起一丝连衣, 一番埋藏已久的柔情, 竟被这比自己小了一辈还多的少年触动了。 好了, 老你还有事要办, 就不让你为难了, 你日后若是得空, 一定要来峨眉山做客呀。 小福, 我们走。 灭绝师太此趟下山来, 是专程来寻吉小福的, 哪里又有什么事要办了? 师父, 我还有些话有和张师弟说。 吉小福神情复杂地, 瞧了张超群一眼。 灭绝师太双眉一皱, 冷声道, 我在前面和你两个狮子等你。 吉小福见他跟张超群说话, 便和颜悦色, 从未有过如此客气亲热的神态, 转脸跟自己说话, 就好像冰山一般, 瞧像张超群的眼神也开始变得古怪起来。 第039章, 丁敏君的情郎。 吉小福瞧像张超群时, 眼中神情复杂, 竟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时而迷茫, 时而恍惚, 想到昨夜自己的荒唐, 更是一张俏丽脸蛋, 明艳无比。 他不知如何开口, 反倒是张超群叹了口气, 道, 祭师姐, 你何必非要削发维尼, 你不去见杨潇吗? 不悔妹子, 他怎么办? 吉小福正了一正, 眼睛望向天空, 悠悠地道, 张师弟, 我是不祥之人, 何, 和杨潇他, 那是迫不得已, 被他所逼, 但我确实不后悔,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张超群引然猜到他要说什么, 开口道, 祭师姐, 是要我带不回妹子去找他爹爹吗? 吉小福欺然笑道, 是的, 我终究是不能带着不悔回峨眉的。 张超群见他七楚, 叹口气, 道, 你就真的不想和杨潇见面吗? 吉小福摇头, 欺然一笑, 道, 我焉能一错再错。 正如你所说, 如果他真的爱我, 又怎会任由我独自抚养, 不悔这么多年呢? 男人, 男人再没有得到你身子的时候, 甜言蜜语, 含在嘴里怕话了, 顶在头上怕晒了, 什么教忠大事, 全都可以不管不顾, 等到得到了你身子, 教忠大事便又重要了起来。 嘿嘿, 张超群尴尬一笑, 却是说不出话来, 他所言, 当真是道尽了男人最无耻的品性了, 但天底下, 男人不都是这样吗? 得不到的始终是最好的, 一旦得到了, 气之如必激。 吉小福眼望着天空, 眼睛一眨不眨, 低声道, 张师弟, 昨日之事, 请你勿怪, 我迷迷糊糊的, 把你当作是他了, 我知道, 你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的, 对不对? 张超群当时想起昨夜之激情, 他那狂野的, 毫无保留的放纵, 不由的面红耳赤, 那一番以你销魂, 时事当人心魄, 回味无穷。 张师弟, 他在昆仑山坐望风隐居, 你帮我把不悔送去他那里, 小福感激不尽。 说到这里, 郑重地俯身下去, 迎迎一拜。 张超群急忙上前将他掺起, 道, 我答应你便是, 不要这么客气了。 两手府一接触到他瘦削双肩, 只见吉小福运生双颊, 低下头去, 不敢看他。 美人在前, 肤白胜血, 秀发如云, 身体传来阵阵幽香, 张超群心神一道, 情不自禁地低头一吻, 吉小福突然被他一亲, 似是被毒虫蛇蝎咬了一口, 全身一抖, 往后缩去, 惊声道, 张师弟你, 你, 张超群在他朱唇上一点, 历时懊悔, 善善低头, 道, 对不起, 我一时, 一时情不自禁, 才, 饶是他平素蛇灿莲花, 此刻却无言以对, 说不出话来。 吉小福悠悠地道, 小福是不洁之人, 张师弟你将来能找到一个真洁无瑕, 美丽善良的好女子为伴的。 轻轻一叹, 从井中取了一块黑油油的铁牌出来, 又道, 这是他给我的信物, 你可交给他, 以明不悔身份。 见他不接, 雾字呆呆地瞧着自己, 心中一道, 将铁牌塞进他手中, 低声道, 若有来生, 小福将以清白之身弑君。 双目一臂, 把腿变形, 一滴青泪飘落。 张超群热血上涌, 大声道, 你若对我有情, 何必等来生? 吉小福郊区一震, 回过头来, 泪珠盈盈滚落, 道, 你不嫌弃我吗? 张超群猛地摇头, 正欲上前。 吉小福喝道, 你别过来。 惨然又道, 就算你不嫌弃我, 我却嫌弃自己, 张师弟, 师父等了许久了, 再等下去, 避讳生疑, 咱们, 咱们就此别过, 昨日与今日之事, 从此休要再提, 你换我师姐, 变真个儿, 当我是师姐, 我们永远都是姐弟之情, 而无其他。 说到此处, 亮呛着去了。 张超群瞧着他远去背影, 不由地吃了, 好个奸真女子。 嘿嘿, 一声冷笑传来。 张超群猛然扭头, 只见草丛之中, 丁敏君缓缓站起。 张超群大惊, 颤声道, 你, 你怎会在这里? 丁敏君缓缓走上前来, 冷笑连连, 道, 张师弟, 你做的好事? 你自己不知吗? 张超群心中发虚, 道, 神, 什么好事? 丁敏君咬牙道, 那日破庙之中, 你不记得了吗? 张超群道, 你说什么? 我全不明白。 说着, 掉头便走, 一颗心却是跳得快要出喉咙。 丁敏君坚声道, 你好啊你。 极小福他, 这烂货你都肯要, 你却不肯看我一眼吗? 我好歹总没有跟人私通, 跟人生了孩子。 张超群豁然反身, 怒道, 你胡说什么? 他是烂货, 你又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有多好吗? 凭什么在人背后说人是非? 丁敏君声音更大, 叫道, 你以为我认不出你吗? 那日破庙之中, 玷污我清白的就是你。 张超群憾施几倍, 暗道, 这女人好厉害的眼睛, 仅仅凭着背影就能认出我。 丁敏君又道, 你做出这样的事来, 武当的张真人, 就是这么教导弟子的吗? 你自己说, 这件事该如何了断? 张超群攥紧了拳头, 居然被一个女人威胁了。 气往上冲, 道, 你以为全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那日你被彩花大盗在客栈里点了闷香, 我跟了去, 看见他在你鼻端涂了药, 随后又要托你一扇, 我这才现身将他赶走, 哪知你已经中了春, 药之毒, 接下来的事, 你也知道了, 当时我身无武功, 背你, 背你, 哼, 这也能怪我吗? 丁敏君见他说得认真, 疑惑道, 真是如此吗? 张超群哼了一声, 道, 我一片好心, 想要给你穿好衣衫, 谁知你不由分说, 便扑了上来, 把我压在地上, 又亲又咬, 啊, 我想起来了, 你嘴唇被那无耻的采花贼涂了药, 你亲我的时候, 那药就又涂抹到我嘴上了, 怪不得那日, 我只觉得迷迷糊糊的全身发热, 原来是这样? 丁敏君惊呼了一声, 双甲火烧, 自从那日在破庙失身, 又怒又恨, 见了男人便去观察人家背影, 后来记忆渐渐清晰, 自己好像是中了春, 药之毒, 迷迷糊糊糊苏醒过来时, 见到那人背影, 高高大大, 心中又不免暗暗惦记, 他从来都是将怀疑目标定在30岁以上的男子, 压根就没想过竟会是面前这个当年才17、8岁的少年人身上, 他自己已经28、9岁了, 虽然他向来满意自己的容貌身材, 但毕竟年岁已经不轻, 想来人家偏偏少年, 又是武当弟子, 又怎会瞧上自己, 线下听到他如此说, 更无怀疑, 原来, 原来说起来, 还是自己把人家给, 丁敏君又羞又喜, 在瞧向张超群时, 羞意大胜, 我,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中了贼人的毒, 才, 才那个, 丁敏君扭尼不安地道, 张超群见他居然这番表情, 不接暗暗得意, 这样都能过关, 我真是天才, 算了, 这也不能全怪你, 我也不对, 不该多事去帮你穿衣上, 明明满肚子得意洋洋, 脸上却是装作遗憾懊悔, 丁敏君柔声道, 你, 你是一片好心, 我不该怪你的, 猛然想到, 自己刚才出来, 是骗了师父说要小姐, 自己耽误了这么许久, 万一师父找来, 岂不糟糕? 急忙道, 张师弟, 我还有要事, 我先走了, 我会再来找你的, 说到这里, 把族飞奔而去, 还来找我? 张超群迷茫一片, 还要找我算账吗? 刚才难道我没解释清楚吗? 见他已去远, 摇了摇头, 想到刚才几小福 托自己送羊不回去昆仑山, 便向茅屋处行去, 走了几步, 突然发现手里还握着刚才他交给自己的黑铁牌, 牌上用金丝镶嵌着一个火焰之形, 张超群心中怦然一跳, 这不是名叫的圣物, 圣火令吗? 第零四零章, 魔鬼身材一, 张超群迹的圣火令好像就有这么个火焰的, 不过, 瞧了瞧, 这令牌普通之极, 根本就不像什么波斯明教的镇教之宝, 翻来覆去也没发现什么, 圣火令共有六枚, 每枚令上皆刻有山中老人或山所住的武功精药, 而这黑铁牌上, 却是只有火焰飞腾, 而无文字, 看来只是普通的东西, 随手收起, 来到胡青牛的茅屋前, 这里已是多了两个小山包, 黄土促心, 旁边放着铁稿敲铲, 三名小童贵符在地, 哭得伤心, 张无忌和杨不悔正从茅屋里出来, 一人手中请着一个木牌, 见了张超群, 一个叫超群大哥, 一个叫大哥哥, 张超群点了点头, 等他们过来, 只见他们手中的木牌上边, 一块上写着蝶骨一仙胡先生青牛之木, 另一块上写着胡夫人王氏之木此件事了, 张超群带着他们离开了蝴蝶谷, 杨不悔不住问他妈妈去哪里了, 张超群告诉他, 妈妈的师父带了他回峨眉山, 杨不悔当时大哭起来, 张超群将他抱起, 哄道, 乖孩子, 你妈妈去蝴蝶山是去修炼武功去了, 本来要带你去的, 但蝴蝶山有个规矩, 小孩是不能上去的, 所以你妈妈让我带你去找你爹爹, 等你长大了, 就能去蝴蝶山找妈妈了, 杨不悔依然大哭不止, 张无忌劝道, 不悔妹妹, 季姑姑是去蝴蝶山学习高强的武功去了, 只有学到了武功, 就能保护你了, 你别输给你妈妈, 咱们去昆仑山找你爹爹, 你爹爹的武功很高, 你就缠着他, 要他也教你, 你跟你妈妈比一比, 等你长大了, 谁的武功更高, 好不好? 杨不悔瞪圆了乌溜溜的眼珠子, 道, 我爹爹的武功很高吗? 那我妈妈怎么不去跟我爹爹学? 张无忌张口结舌, 张超群嗨嗨一笑, 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 你妈妈不适合练你爹爹的武功, 一练就会走火入魔, 难道你希望你妈妈走火入魔吗? 杨不悔连连摇头, 终于是安静了下来, 三人行出十数里后, 走上了大路, 不久到了一个小市镇, 便想买些饭吃, 哪只市镇中家家户户都是空屋, 竟连一个人影也无, 无奈只得继续赶路, 但见沿途稻田进阶军列, 田中长满了荆棘败草, 一片荒凉, 张超群心头一片冰凉, 这是来到了鬼域吗? 陡然想起, 似乎原著中有提到, 好像是沿途发生了饥荒, 之前一直顾着哄杨不悔, 倒是把这茶给忘了, 又行了不远, 越走越是荒凉, 只见路边握着几具尸体, 肚腹干瘪, 双颊身陷, 一见便知是饿死了的。 张超群一手牵着张无忌, 一手抱着杨不悔, 见到这残景, 忙将杨不悔的眼睛蒙上, 不让他看, 岂知越走这类饿嫖越多, 忽然想到, 难道什么东西也没得吃? 也要这般饿死不成。 行到傍晚, 到了一处树林, 只见林中有白烟鸟鸟生起。 张超群精神一震, 大喜叫道, 该死, 终于有吃的了, 无忌, 快跟上。 自离开蝴蝶谷后, 一路未见人烟, 此刻吹烟生起, 三人都是欢喜, 只觉那白茫茫的吹烟, 比什么都要诱人些, 当下向白烟生起处快步走去。 行到临近, 只见两个衣衫蓝缕的汉子, 围着一锅热气腾腾的沸汤, 正在锅底添柴家伙。 两个汉子听到脚步声, 回过头来, 见是个少年, 带着两个小孩, 脸上献出大喜过望之色, 同时跳起身来。 一人招手道, 小娃娃, 好极, 过来, 快过来。 你同来的大人呢? 他们到哪里去了? 张超群见他们盯着杨不悔和张无忌不放, 心中一动, 皱眉鹤道, 老子不是大人吗? 瞎了你们狗眼。 一人宁笑, 道, 小孩, 少啰嗦了, 这里发生旱灾了, 你走多远都没东西吃了, 反正是要饿死了, 不如就把这两只小羊煮了, 也分你一份便是。 杨不悔惊叫了一声, 紧紧地抱着张超群, 不敢去瞧那两个村汉, 张无忌攥住张超群的手, 手心中汗水沉沉。 张超群嘿嘿笑道, 你们想要吃人肉啊, 好的很, 好的很。 说着, 俯身将杨不悔放下, 杨不悔害怕之极, 抓着他手不肯放松, 张超群摸了摸他小脑袋, 以示安慰, 杨不悔才两眼惊恐地放了开, 走到张无忌身边。 那两名村汉, 以为他同意了, 欢喜无限, 一人凝笑道, 这口小羊又肥又嫩, 今晚饱餐一顿, 那是舒服得紧了。 另一名汉子道, 不错, 男的娃娃留着迷吃。 张超群嗨嗨一笑, 走到那口锅前, 探头到锅中一看, 瞧是煮什么, 只见锅中上下翻滚, 都是些青草, 不由得失望之极, 问道, 你们该不会就准备吃这些东西吧? 姨汉子说道, 凤阳府赤地千里, 过得几日, 连草都没得吃了。 张超群突然脚下飞快移动两步, 一拳击向其中一人胸前, 拳进入体, 当时赶到拳头之上如入败极, 内力到处, 那人骨骼碎裂, 身体抛飞, 落地之时, 抽出了几下, 就此不动了。 张超群没想到, 自己竟然一拳就打死了一人, 他本来只是想打倒他算了, 毕竟他们也是灾民, 若非活不下去, 又怎会去食人肉? 哪知道学了玉女心经的内功, 在使用永春拳的招数, 威力竟会如此之大, 刚才明明只用了三分力道。 他这突如其来的一招, 速度快急, 永春拳是一种十分科学化和人工化的拳术, 其长处在于埋身搏击。 他拳快而防守紧密, 马不灵活和上落快, 攻守兼备及手攻同妻, 注重刚柔并济, 气力消耗量甚少。 豁然抬头, 另一寸汗吓得呆了, 他原本没将这白白净净的少年放在眼里, 眼下见他一出手就杀了同伴, 知道人家是武林中人, 把腿便逃。 哪知刚刚跑到张无忌身边, 张无忌身法灵动, 一招鸳鸯连环腿, 左脚右脚相跟着踢出, 直中那人下额。 那人正在张口呼吓, 下额被踢得急速和尚, 将自己半截舌头咬了下来, 狂喷鲜血, 晕死过去。 张超群皱眉道, 他已经要逃了, 为什么还要杀了他? 张无忌从小跟父亲在荒岛上学武当长拳, 虽然没有内功基础, 但他奋力已击, 便是习武多年的寻常武师, 只怕也不易抵挡, 更别说这村汉了。 郑子洋洋得意, 听张超群语气不悦, 灯时醒悟, 惶惑惭愧不已。 张超群叹了口气, 道, 我们武当派侠名满天下, 杀着手无腹鸡之力的普通人, 你不怕有巫女父亲的名声吗? 下次不要这样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脚步声, 张超群微微一笑, 想来就是那些在胡青牛处求医的正派人士了, 哪只脚步细碎, 一人闯了进来, 张超群愕然, 这人不是别个, 正是丁敏君。 张超群大齐, 道, 怎会是你? 丁敏君满面微笑, 举起手中一只蓝白小花的杯囊, 道, 我找了你们一整天了, 终于让我追上了, 你们都饿了吧? 说着, 打开杯囊, 里面好端端地放着四五十个雪白的馒头, 香气诱人之极。 只听得张无忌和杨不回两人狂咽口水, 张超群道, 还客气什么? 吃啊! 笑着走上前去, 道, 丁师姐, 就你一人来了吗? 你师父他们呢? 丁敏君将杯囊交给张无忌, 摸了摸他脑袋, 站直身子, 称道, 就我一个人, 难道你以为会有很多人吗? 原来, 他们一行人走出蝴蝶谷后, 在镇上听到凤阳府一带数百里闹饥荒, 吉小福当时想到张超群他们走的便是凤阳府, 吓得不轻, 灭绝师太和贝锦仪没留意, 但丁敏君却是见到了的, 偷偷找了吉小福, 吉小福泪流不止, 要求丁敏君, 丁敏君本就早已想来找张超群, 便顺水推舟答应了, 跟灭绝师太告假, 说要回家看一看。 灭绝师太知道这个弟子自从跟着自己, 还从未回过一趟家乡, 便同意了。 丁敏君辞别了师父, 买了馒头, 便飞奔而来。 张超群见他满面风尘, 显示一路未停, 心中不有感激, 连连称谢。 丁敏君哼了一声, 说道, 我这是看在小福的份上, 可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心, 你可别想歪了。 张超群取了一只馒头大嚼, 含糊不清地点头。 杨不悔却是听到妈妈的名字, 停下来问道, 阿姨你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吗? 丁敏君转头微笑道, 你妈妈跟着师父去峨眉山了, 不能带你去的。 杨不悔点头说道, 嗯, 我知道, 等我张大了, 练好了武功, 我就能去找妈妈了。 丁敏君一震, 道, 你说什么? 练好了武功, 那是什么意思? 张超群见他神情紧张, 猜到他在想什么, 笑道, 是啊, 不会武功, 峨眉山是不让人上的。 低声向丁敏君解释起来, 丁敏君笑道, 亏你想得出来。 吃饱之后, 张超群问道, 丁师姐, 你家乡在哪里? 你跟我们同路吗? 丁敏君悠悠一叹, 道, 三年前, 我去我家附近办事, 偷偷回了家里一趟。 眼圈一红, 正正地落下泪来。 张超群急忙道, 别难过, 都过去了。 丁敏君忽然扑了过来, 一威在他胸前, 呜呜地哭起来。 张超群瞠目结舌, 侧头一瞧, 张无忌和杨不悔也是一脸惊诧。 张无忌道, 不悔妹妹, 我们去外面吃。 站起身来, 拉着杨不悔走了出去。 杨不悔睁大了两只圆溜溜的眼睛, 问道, 那个阿姨怎么哭了? 是不是大哥哥欺负他了? 张无忌摇头道, 不是, 大哥哥没欺负阿姨, 我小时候每次跌跌抱着妈妈的时候, 妈妈就叫我出去玩的。 两个小孩互相牵着手, 走了出去, 听得张无忌像个小大人般 煞有介事的话, 丁敏君当时扑斥一笑, 满腔悲苦化作这一笑, 不翼而非。 抬头见张超群脸上古怪, 强忍着笑, 脸上红云飞起, 修道, 你笑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